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 四 三 二 一 天黑请闭 我们首页的夜间歌曲来自这音色的优秀歌手反话带来的 我会好好的 来的快 我会好好听 我还想想听 换血而起张眼 谢谢老板 新的榜样 换血而起张心闭 狼人及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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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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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参加 podía 打不上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二 一 天亮了 等这游戏除九号十一号玩家来 其他玩家上级 上级玩家请两红桌 上级玩家请两红桌 随机点数十二 由十二号玩家开始逆期发言 十号玩家早饭准备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本来想唱首歌 但是因为 身份的关系我就不唱 然后我昨天晚上 验了六号玩家是金水 说一下验六的心路历程 是因为开播之前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他来到了北京东婚院的门口 然后我说你在哪 他骗我 说他在上海 然后 我说今天有你 你为什么还在上海 然后他说 我就是在上海 大师赛也不来了 然后我看着 他的后面的背影 越看越熟悉 然后他已经坐上出租车 来到了我们大师赛的现场 旁边一个小小的发廊 然后在那边 理发的发型叫抓两下 好吧 所以我说 那我 大师赛我肯定就要骗你了 他说来嘛 他说他今天做六 什么都不怕 然后我就验了六号 那我警察警惠六 就验九号和十一号 我个人认为是那个 我只要不是七跟我跳 我都跳得过 好吧 我就把话放这里 然后为什么大家会说 今天王成龙 为什么小心翼翼的发言呢 大家有所不知 我上一次拿预言家的时候 是我们上赛季最后一天 那时候场上的坐标有很多 但是今天 看到大家几张 美丽的俊俏的脸庞 我就知道 大家会挑出我很多的毛病 然后第二现场的沙发很软 我已经准备要过去了 好吧 我警惠六九十一顺验 第一天验了六十斤顺 好吧 我第一个发言的预言家 只能发言地发到这里 我已经很尽力了 好吧 我等会有可能会解套六号外甲的反水 好 喉咙好吧 别的没有什么了 警察我就不对话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的身份 好吧 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发言就是一通废话 一坨大便 什么都不是 后边随便吹口气你就走了 所以肯定不是狼人起跳 混子或者预言家 一通大便 然后那个 我觉得警察九十一肯定有狼 然后一会儿看一下他俩的投票 然后 这手机能不能找回来 要烦死了 我这把还是好人 我还死不了 还得坐这猛声推到最后 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打电话 我这愁死了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是非欲集会 因为发言太一坨了 所以应该不是狼 就是这个原因 别的就没什么了 听听后面发言吧 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十二挺像的 然后我就发言非常好 一点都不一坨 我觉得为啥 我就发现非常的完美 这不是看着就是预言家吗 那种那种舍我其谁的气势 然后十号玩家 可能是好人吧 不然这么想打电话 自爆出去打 没自爆 那就还行呗 然后我觉得十二挺像的 其他没了 我是好人 然后先沾编一下十二 好够 七号玩家请发言 反正 心中历程肯定是编的 肯定是纯编 然后他说 因为他说他要骗你 因为我觉得他不可能骗得了你 你都做六了 谁能骗得了你 六号这个位置不是谁都能骗 所以他说他骗你 我觉得肯定是假的 所以看看六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六个事不认识 十二号发言一般 我现在就跳起来一个 对吧 看看后面谁对跳 然后听听六号玩家发言 然后 我觉得 在我没有听六号玩家发言之前 我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这个六和十二不认识 且 其实我觉得十号玩家是想这边十二 虽然他的发言是在说十二不好 那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说十二号 非非混子及原家 这发言 听起来像不想这边十二 但给出结论就是想这边十二 至少十号玩家意思就是他今天不会出十二 所以我认为前面 十十是占十二的 八也是占十二的 那反正再看看后面情况吧 好吧 其他没了过 六号玩家是发言 发言内容很重要 钢铁不沾便是 前面有个形容词 钢铁 不是他 明着骗我呀 因为 我跟他连迈 今天就连迈 就是他出租车上那一段 我还不知道我坐六 知道吧 就有个时间线上的错乱 能理解不 所以十二号玩家 就心路历程就是聊暴 就是想骗我 所以 而且我 我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连混子都挡不成 因为我底牌是个好人 就除非他是 他是一个什么 混了外置为狼的 来给我发金水 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不靠谱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可能没有这样的配置 所以我觉得 十二号玩家 是个 汗跳的狼人 能理解不 汗跳的狼人 然后那个 一二三号玩家 你们当中如果有混子 我的底牌是一个好人 我的底牌是一个好人 因为 你们开发都说 哎呦就三个人 就三个人 哎你看你看你看 六号玩家是狼 我怕你们当中有混子 混了我 知道吧 我是好人 然后我觉得十二次汗跳 七号玩家 七号玩家不知道 不知道 七号玩家 这个发言 没啥内容嘛 内容也不是很多 八根十都占免十二 怎么 表演赛 就硬着来 硬着骗我 不是我看上去 有那么好骗吗 别的没 别难过 哎呦 常灿老师呢 听听常灿老师 常灿老师怎么评价 别评价我吧 你评价那个十二号玩家 是不是预言家吧 好吧 然后别的 别的也没有什么 我在这 拔水返了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不是预言家 而且都不是混子 好吧 过了 五号 那请发言 那我就验个十 然后再验个十一 那也好 十十一的警惠流 我验的八是金水 因为八说前 我心路历程 就是我做五 我肯定在六八里面验嘛 哎呀 不好意思 把小心思说出来了 但是肯定是 但是肯定 但是我看了李斯老师 看牌之后 我觉得还行 听了李斯老师 发言之后 钢铁好人 钢铁好人 李斯老师 所以我希望你能占免我 不是我希望你能占免 我了对吧 李斯老师 你已经占免我了 你是钢铁不占免12号的 除非一会儿 什么一到四里面 再再跳起来一个 什么12退水 这些我就不盘了 但是八现在我就在想 它是不是狼混 它混了12的狼混 然后前面 其实 他说钢铁占免12号 12挺像的 就10号说 12号发言不好 但8号就逆着10号说 啊 它要占免12号 所以我现在在想 我验出来这个8号 它是不是狼混 但是再更新一下 你的发言嘛 对吧 歪哥那边 然后我验10的话 也能侧面的去看一看7号 因为7号觉得 10也是站边12的 虽然10打了12 我也是这么听的 10是虽然抨击了12的发言 但是觉得12 也有可能是预演家的 对吧 所以我先验10 再验11 我前面8是我的金水 7可以警下再听他发言 然后6号玩家 我认为是好人 我觉得6和12 至少是不见面的 不见面的拍 他用那个心路历程的时间线 去打了12号 然后12号不是点 我就说一个就可以了 他说的是 除了7号玩家 起跳 他都能跳得过 这个就是狼人的视野 对吧 这就是狼人的视野 一个真的预演家 他不会说 谁是谁跳不过 我是预演家 我谁都跳得过 而不是说7号起跳 除了7号起跳 都能跳得过 所以这是12号不是的点 好吧 我的验是8金水 我的警惠率是10和11 过 4号玩家请发言 如果后面没人跳52 有的话 我想站边12 因为我觉得你验不到10 10起来就说12发言 就是一拖 我觉得他俩不是狼队友 是10 他起跳 然后10是狼的话 他这么评价12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经验的话 你就经验前这位的7 因为7 说10是要站边12的 大家听的都是10 要不站边12 8站边12还去保时 说10这样发言 可能是个好人 因为他说是手机的问题 他都没聊站边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 定一前这位的话 我觉得你去验7更好呀 因为7在捆绑10 12嘛 我不觉得10和12 是见面的两个狼 我也不太觉得12是混子 因为6号玩家 这个位置是反水的 他反水之后 那我觉得60号人 12就不太可能 是一个混子前这位在操作 我可能会站边12号玩家 我觉得前这位8有点像困子 你很像混了12 你那个发言 好吧 要12是个预言家 你也是个倒勾 你那个发言 确实有点 有点 让人不能接受 好吧 然后后面23的话 我看到2号玩家还行 3号玩家 我看的不是很好 这是我看的 我给3丢个小水包吧 我过了 3号再次发言 哪里不行 你怎么不说呀 到底看我是哪里不行 这样我好 一会儿 那个回答你一下 我知道 李斯老师肯定是钓鱼吗 这个发言 你说 我们都能听得出来 就是说 我高天不站边12号 他不就是想说 我先看看 后面这个起跳的 然后再看看这个景下 这个冲锋的 因为我这一波小钓鱼 一会儿全都上钩了 把你们都钓成翘嘴 我是听到了 李斯老师 其实心里就是想 站边12号的 然后 其实从那个 6号 8号 10号 然后12号 其实感觉到 景下应该是有很多浪吧 我也站边12号 我觉得那个 5号他有几个问题吧 就是他说 他对6的那个对话吧 说你应该是站边我的吧 他已经钢铁反水了 他不肯定是站边你的吗 然后其次就是 你认为8都有可能是狼会儿 然后那12是狼 12是狼 他跟10见面吗 然后你就是说 你验10是因为7号说10 也是想站边12的 然后你说想验一下10 然后顺便软定一下7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很 很像军家视角吧 然后还有啥 就验8的那个心路历程吧 可能 然后当我听果冻的发言 我觉得还行 因为果冻说 他点出8有一点点像 棍子这一点 我觉得还行 所以虽然他打了我 但是他说8的那个位置上说强 就是觉得12挺像的这种 就是比较稍微有一点点 奇怪吧 他那个发言 所以我觉得4可能还行 就是他点8那块 我觉得跟我想的差不多 然后我就站边下12号我就过了 2号呢 你不会真的觉得六侍郎混了他吗 现在还能这样子 就如果是 如果12 12就是不是的话 他就是钢铁反对水 如果是的话就是钓鱼 你还能这样帮刘浩 我非常怀疑你混了刘浩 你还能这样子帮他去找 然后开牌前确实蛮诡异的 我看到12567都好开心啊 然后6都笑出声了 然后当时我们123确实 13号先说的嘛 他说李斯肯定拿狼了 然后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有点像 然后说实话 刚听12的时候 没有觉得非常像 但觉得5号更加不像 本来觉得12没有非常像的时候 是因为觉得他的 确实心动一诚在编的 而且几乎通篇的话 都是比较在编的吧 比如他说只有7号跳得过他嘛 我虽然发言不是很好 但好像也扛推过 三次12的预言家了 所以 所以他这个发言就是 但他是个狼 咋会这样发言呢 然后觉得5 比较不像的原因是 你验了8马 虽然你觉得他像狼混 然后他保了10号 10号的发言 10号的发言跟10号 确实不太像见面吧 而且 虽然我平常是打罗子的 但是如果说人性流的角度 我觉得 10号他是个狼 他应该会让自己起跳一下吧 在你视角于12上 他应该会起跳一下吧 这样不管怎么样 哪怕拿到警惠或者出局 可以稍微早点出去吗 这是人性流的角度 这个倒没啥罗子 所以你第一验验10的话 我觉得不太好 而且实说 911里面有老 这个是10当时说的 你游了一个10 游了一个井下的 井灰流 就觉得相对差一点 我在听下发言好吧 因为12号他 几乎很多话是 确实是在编的 而且6号钢铁反水了嘛 所以我会考虑一下5的面 但独立一听的话 我会觉得12像一点 因为5你的井灰流 我不太满意 除非1号起跳 1号开牌前的那个 表情也挺耐人寻味的 他肯定拿身份了 好吧 我是个好人 4号保我 那他可能大概略是好人吧 就这样过 1号呢 请发言 你们每天的牌都是自己抽的 我每天的牌是你们生下 最后一张 你们的那个 那个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掌握在你们手里 然后这 我本来听12的时候 发言没有觉得他很像 我觉得他是混子 因为你为什么放6放那么快啊 可以12是一个混子 然后6是狼 然后他钢铁不沾边 他第一天推12 有可能呀 没准6都是原始起跳位呢 因为12的全程发言里 他没有想我咽出来 6是一个狼怎么办 他就说那个 那我今天可骗你了 6号说你来吧 那那咽出来是个狼怎么办 所以没有过 而且6号发言是 我觉得有一点点奇怪的 对吧 他说那个 8号 10号都占免12号 他说你们表演赛都来骗我 那你也没有说6号 你也没有说8号 10号 你觉得哪个是狼 然后5号直接起来把6放了 你演10号 你觉得10号跟12号 像见面吗 我如果是你 我肯定先演6号 因为我觉得12很像混子 我觉得因为我当时觉得 我听感跟10号一样 他要么是混子 要么是预言家 你放6放太快了 我真的本来觉得 没觉得12很像 对比应让我选 可能是12 但我真的觉得是一个狼 不是一个祸和一个预言家 不是一狼一狱 我挺来的听5号给的位置吧 因为前半你看他都等于是都保得差不多了 80的验的精神 他说6不是 他说6不是狼 那就默认12号是汉跳狼 他验10号 那他打狼口只能是10号12号 镜下开一个 这1234再开 所以说我是觉得我的视角有一点奇怪 幸福我没带镜下投票 我觉得这边挺难分的啊 我是觉得一个狼和一个预言家 不是一个混子和一个预言家 我听听你们最后要归的人 5要归12 我可能不会 不会占面5 12要归5 还得在234找一个原始汉跳位 我再听一下吧 镜下 过了 镜下发言结束 退水自爆环节 5 4 3 2 1 人能请上人家 5号 12号 请请上人家带亏做好特派准备 请从5号 12号当中选出本机游戏 请掌 3 2 1 请出票 9号 投给5号 11号 投给12号 5号12号 各一票 评票PK 各位大木老师 今天是20点0分 记录到我们8点到9点 打人气榜单的时间 希望大家在这个小时 都能送送人机票 下方礼物 千万点看之后 粉丝小学养卡 第一个礼物 一毛钱一张人机票 有能力 大木老师帮我们600票 拉满 谢谢大家 5号 请发言 请回流先验一个4号吧 因为前面1234都是不占编舞的 但是4号 他阐述了一个东西 他说我不去验7号 去验10号 那么 我是觉得果冻如果是好人 他会拿这个警徽流来打我吗 我想验7号 第一轮就验7号好不好 东西 我直接把外科验了 不是也比较 比较 叫什么 来着 也比较省事 我没有选择验他 我可以听他 听他的警下的站边 他站边我大概率是好人 对吧 当然他是狼 他也可以打倒沟 但是 7号的发言 我认为他是可以用发言 然后去表示他的站边 然后去定义他的身份的 我觉得10号是更 更 在我警上听到这边的时候 我觉得10号是警上 我最值得验的一张牌 因为8是我的金水 6是明确要反水的 那我只能是 去验10号 10号虽然说911里有狼 但是验了他7号还说 8和10都像12的 那个都要站边12 对吧 7号说10号也要站边12 那验出来10是好人的话 其实7是捆绑12 就再可以去聊7嘛 对吧 所以我没觉得我那个 你拿那个警徽流的事来打我 你是好人 所以我想先验一个4号 然后11号的话 我就不验了 11号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希望你能再认真听发言 听我的视野 如果你是狼的话 你就继续冲 没关系 然后我认为9号玩家上票给我 我就不可能觉得9号玩家是倒沟狼 那么这边的话 我先验一个4 然后再验一个谁呢 真的是挺难受的 李斯老师你到底是不是钓鱼啊 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3号说李斯老师是钓鱼 他要站边的是12号 但是我听他发言 没有听到他一丝钓鱼的意思 因为他警上说了 那个时间线的问题 是关乎12验6的心路历程 所以我把6放起来了 至于1号玩家说 我应该先验6 我觉得1号玩家 比3号玩家更值得禁验 所以我就是41的警徽流 至于2号玩家 听不太明白 真的 橘子老师我也听不太你 听不太懂你的发言 但是再听一听吧 没有那么多验人了 1234都想验 但是我只能窄一点 就是我不太能接受的 警上打我的发言 我去验 先验4后验1 前面不验了 警上看看那个10号的发言 和10号的站边 因为如果11真是狼的话 那10其实也是说对了的 对吧 91里开狼嘛 他说的是 所以我就41的警徽流 好吧 41警徽流 改一下 然后 2号也想验 但是没那么多警徽流了 2号是不是狼 我也不知道 再听一听2号吧 但是3我觉得 3是混子吗 混了6吗 2阐出了一个逻辑 3混了6 不知道 如果3是混子 或者2是混子 我觉得8就是 纯种的好人 8他就不疼 是狼混了 因为8是我验的精髓 12的话是混子吗 12给6发了精髓 我没觉得6是狼 所以我目前暂时觉得12是就是汗跳 就是红浪 只是我对前面所有人的定义 警徽流改成4 1顺验 好吧 8金水过 12号 请发言 我警徽流9 1顺验 然后验9是因为他投票给5的理由 我不知道 而且我不能因为他投了一票 我就打死他一定是狼 因为虽然我警上好像没有听到有4个狼 但有可能9是狼会 也有可能我要验一下 然后我为什么要验1 因为我觉得1号玩家的发言 至少他的发言上面的问题很大 和身份没有关系 首先你说 井上一定是一个预言家和一个惠 那你作为一个好人 不管谁是预言家谁是惠 你都要找那个原始起跳位 如果本局游戏你是好人的话 对吧 因为你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观点 比如说我现在我是惠 他是预言家 你也要找一个原始的起跳的点 那么6号玩家是被 我你站边我 6是精髓 你看你如果 那个5号玩家 他是惠儿 他保了6 对不对 所以6一定不是原始起跳位 那个7号玩家说的 那个6和12是不认识的 没有人打过7 8号玩家是5号玩家的精髓 那么你认为井上的汗跳位是谁 你听完2 3 4的发言 你一个都不说 你就说反正等会12归5 你想想 5归12你一定不跟着投 这个发言我觉得是不是很过关的 然后我说一下5号玩家 为什么不是愿家 我如果这个逻辑阐述出来 你们还要再逼我出绝招 那我没办法了 那个5号玩家说 我第一天在6 8里面验 他有说为什么要验8不验6吗 没有 对吧 他说8号玩家你不站边我 我有个可能认为你是狼混 那他都是狼混了 我是什么 我就是狼 那我是狼的情况下 6号10号玩家说 我不是狼混 我不是混 就一定是愿家 他还要验10号玩家 那7号玩家明显表示出来 是不太想站边我的 至少紧上的时候 他紧会留线验4 然后11号玩家 他靠对话嘛 那他是我的狼同伴 他是愿家 他要对话一个狼 去给愿家投票 这是不是逻辑 然后至于2号玩家说 你说你扛推过我好几把 真的是你扛推的吗 对吧 你不能靠 你如果今天这个局势 在这个局上你扛推 我也不简单你很厉害 只能说明好人比较 但是10号玩家 你老实说我发言一坨屎 我说的都是真话 只有6号玩家一点 他的台阶找得很好 他说他有反驳我一句话 我说的不对吗 从我验他的心路历程上面 有一句话说的不对吗 唯一不对的是 今天他做了6号 但我验他这件事情 和他做6 他如果做3我就举3 他做6我就举6 这和他做几号没关系 听得明白吗 然后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是钓鱼还是怎么样 好吧 我只有一件事情 你只要不是会儿 这局我就开心 好吧 你别指望后面两局 你能站得回来 过了 我仅会留9一顺言 为什么验说了很清楚 我去验驾过点 PK发言结束 除5号12号外 其他人要请带亏 做好投票准备 请从5号12号当中 选出本局游戏警长 3 2 1 请出票 1号 9号 投票给5号 2票 2号 3号 4号 6号 7号 8号 10号 11号 投票给12号 8票 12号 人家8票当选警长 其他人要请来蓝灯 昨夜 平安夜 请进张组织发言顺序 请坐请右 1号人家请发言 我是觉得他发言有那么一点问题 他说2号你今天要是能扛推我 只能说明这张桌上的好人怎么怎么样 那你就都觉得了20郎了 那你验2啊 然后你说你验9 那9号还有可能是狼会 9还不打死 第二警会都验我 那我不能是伴着好人验的吧 肯定是伴着狼验的 那你觉得20郎就去验2 你都对话2号了 你说你今天扛推我 那肯定是你默认20郎嘛 那为啥让20郎 那段我也没有听懂 哎呦 反正然后5号 反正PK台可能比你好一点嘛 因为他还在说8有没有可能是狼会 你从警上发言 你说验6号 就没有说过6号 如果是混子怎么怎么样 包括6号刚才都已经钢铁反水了 你都没觉得6号有可能是一个狼会吗 他都没有这么觉得 所以我觉得 那视角可能有一点问题 然后就投给了5号 这个票行 如果我站错边了 我也是站错边那个好人 5号他肯定是混子 狼人都选择倒钩了 但狼倒钩12号好像也没有意义 狼倒钩12号 5号是混子 那12号还是会投狼 所以应该5是元家 因为我不是狼 我再听一下9号发言 反正5是元家或者混子 我还是这么觉得 因为5号还是 你PK台你说你要验5 意思就是你没有觉得12号是一个混子 对吧 12号为什么不能是一个混子 我也没能理解 因为我开牌前 抿了5 6 我觉得你俩都 5肯定是身份 因为你看完牌 我们都没看的 你就开始往我们这边抿 然后6号是 你看了牌疯狂往全场看 所以为什么6不能是狼 尤其是123都已经说了6很像狼 那12号为什么不是混子 PK台等你给我解释 我也没有听到 但是我比起来 这12号说9有可能是战错边的好人 第二警会说验1 那现在看完票情 12号觉得5是狼 他全程没有说过5是混子 对吧 他觉得5是狼 那狼就是 5159 这也不太现实 对吧 他说9是战错边的好人 我的发言没听懂 他又说20了 那去押2 所以他这段没听明白 所以就应该5是吧 所以我投票只占边 我过了 2号要去发言 他12没有打卧室狼 他是说假设我跟他起跳 把他扛推的情况下 也不是我发言有多厉害 他言下之意 就可能是好人比较菜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我给他知道 他没有打我四郎 我先说明一下 然后 其实这票我 一开始是投的有一丢丢纠结 纠结的点是因为 我格局上 没找到5号的四郎同伴 说实话 但是我实在是 从逻辑上对比发言 我觉得 12聊得好一些 因为5号玩家 在你的视角里 你第一轮不是前之位 你觉得10号是有问题的吗 但是你第二轮PK台发言 你的警惠流视角就 完全没有10了 因为你是先说你要留4 第二警惠流你非常的纠结 那为什么这边发完言 你觉得10就能完全放掉了呢 你是很后面才进了1的视角 11你只是对话 你也没验他 你就说你先留了4的警惠流 然后你说4号你的发言 我比较不能接受 然后你说我第二警惠流谁呢 你思索了很久 说留1 但是1号他是在这边说 他觉得你 他觉得你把那个12跟6定义的太早了 因为他觉得12是有可能是混的 所以你可以在16里面选言 但你把1放的实在是 第二警惠流的太晚了 而且你直接把10放掉了 我觉得你本来视角 你觉得前之位10最值得敬验的情况下 你第二警惠流没那么 不至于到那么纠结的情况下吧 然后你说没有听懂我的发言 我觉得我警上参数的挺详细的吧 因为当时没有觉得 10跟12的发言特别见面 然后你的精髓去保了10号 所以我觉得你直接 然后10号视打警下有两个牢 这个其实你也是聊到 你听到我发言的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没有理解 然后确实你也没有完全回答1的这个问题 我再听一下好吧 这种因为格局上我有点纠结 但是发言上的话 我警惠会想投给10 我再听下你5的发言好吧 我是个好人 然后我说的挺清楚了吧 为什么投这一票 就这样过 刚好你再听发言 我是觉得是有一个问题的 所以说1号的发言我也没有太听懂 就是1号就说他其实敏了5 6都挺带身份的 然后觉得6为啥就不能是狼 现在你不管是你认为5跟12谁是狼 谁是火 那就是反正里面总有一个预言家嘛 他们两个都说了6号是好人 5号是直接空保的6 而是就是默认了 说敏6就很好 就敏6就不是狼 然后12是验了6的金水 那是不是6就一定是一张好人牌呀 然后那你如果说是6是好人牌的话 那你再盘12是混的 它不也只能是好人混 或者你就要盘它是混了7 7可能是那个原始起跳位 他们俩配合上了 但你得这么聊呀 所以说你的逻辑我没太听懂 然后我觉得5号不太像的点 就是实话实说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空 睁眼给6号身份 因为你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你只是说你敏了6号是好人 你就把它放了 那你听了他的发言 你觉得奇怪吗 那你觉得12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说12不是狼 就包括像10号 12说那个12是非欲即混 都说12号不太像那个狼 那你就会稍微的考虑一下 12号有没有混子的面混了这个6 因为敏身份你自己也说只是一半一半 还是得听发言 你还得更新嘛 那你是怎么直接给出60号人的 所以我就觉得你给60号人 就是有点开眼吧 就这点我可能是不太能接受 因为其实像1号所说 你当时第一个 你当时那个位置上 你首先要定义一下12 最重要的是你要定义12是狼 还是或者你得先验一下6号 然后你再去验其他的人 我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吧 然后其实第二轮聊的比第一轮好了一些 就是有一丢丢紧张 但我可能还是觉得12号会像一点 然后我就过了 4号要请发言 我解释一下我请上打你的点 不是说你为了想赢去验的7号 如果你想赢的话第一天去验7这个东西 我不是拿这个逻辑去打你的 我是说前之位 7时12的逻辑关系是10前之位 听完12的发言 我觉得他们不像是见面的两个狼 因为如果12起跳的话 10不可能这么去攻击12的 所以10 12不是两个 他不占边12 7前之位就说10是想占边12的 因为10盘12不是冤家 就是混子 他不想12出局 但这个板子就算盘12是个混子 10的票行他总得跟你啊 但理论上他也是得跟你去出败这些狼人牌 所以我当时听7的发言 确实是有一点奇怪的 他在捆绑10号跟12号 我觉得你验7的收益是最大的 不是说你为了想赢去验他 然后你颈上确实PK的时候 你说你要验4 没啥问题 因为我不占边你对吧 但颈上你就把10放了 你说1 2 3里面就纠结 去验4 验1 我是觉得你第二颈回流去验1 把10又放下了 我觉得你就没有进10的视角了 那你颈上为什么一定要进10呢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你说8是不是混子 他占边12你不知道 3是不是混子混了6 你也不知道 你说6号是好人 你说12是不是混子 你也不知道 你啥也不知道 那我肯定不想投给你啊 你根本就没有拆袭那个格局啊 所以颈上颈下两轮听发言 不太觉得你是冤家 但是格局上讲 只有1号 5号 9号 就三只狼 格局上你确实有一点点像 所以我会再更新一下你的发言 因为91的话开狼只开一只嘛 站12的边11肯定是好人 他不可能两轮头倒勾票 那狼人只有9号 8是你的金属 我觉得他是狼狼金的话 不太可能反水 所以8的底牌是好人 6我觉得不太像狼 这边23 我真的觉得23的发言都还行啊 我没有 一定能听出来23谁是狼 如果他们打倒勾的话 发言真的是蛮好的 所以我再更新更新吧 你有可能是个混子 大家都卖你 我觉得你的底牌 不是混子就是预言家吧 好吧 给你升级一下 好 升级一下 过了 5号再次发言 4号得是狼了吧 不是混子就是预言家 那我是混子 原始汉条位得在你123里面啊 你找123的原始汉条位 我是混子 而且我是混子 我怎么传递信息 8得是狼的 你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是预言家 预言家应该什么都知道吗 这不应该狼人才什么都知道 预言家 我知道啥 我只知道我咽了一个八斤水 所以我觉得4号得是狼吧 4号都不能是混子 我突然想听完4号发言 我都想low4了 因为我不确定12号是不是 是不是狼 狼还是混 我说一下吧 我现在需要票啊 我没有拿到警徽 他只有1和9站边 我只有3票 也就是说我得劝4个好人的票 我现在只能是尽全力 去前点一个狼坑 是4 7 11 12 只能这么点 只能这么点 你知道吗 我警察为什么 我解释一下 2号3号 包括4号对我的质疑 我为什么不进10的视野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警徽流 警徽流呀 我觉得1234都不占边我 你们更值得禁验 我4 1的警徽流啊 我挺想厌10的 你们要占边我 我不就去警徽流打10了吗 这是我展现我预言家 逼个台上视野的事情 然后3号说我定义6号的 我是抿他的太快了 我是抿了他 但12你听到12说 我不是的点了吗 他说我6 8里面 为什么选了8 没说验6 这不是纯该我发言吗 你都听到了 我说的是我开牌 就抿了6号 我觉得他像好人 然后12号在那边说 他6 8 为什么验8 不验6 他没说 我说了 我说抿了6 我像好人 我才去验着8 所以8验出来是精水 那6号老师 我紧上听了他的发言 我能觉得 12是两个狼 或者一狼一狼混 这个格局 不太像 不太像 就算12是混子 混了6号 6号是狼的话 62能是这么发言 6号说 我钢铁不占边12 12盘我的心路历程的 时间线就是篡改的 就是假的 所以62 大概不能是一个团队的 这是我紧上 放下你的点 丽丝老师 这个没明白吗 你能投给12 我现在怀疑 你有可能 我没有打死你 因为我现在是 非常希望要票的 我是说你有可能 是狼 12是混了你的混子 有可能 你才能 紧上发出那个言 首先62 不能是两狼的格式 这个能明白吧 我想一想 我想归票4号 我真的我想归票4号 因为4号 他说我是预言家 或者是混子 给我升级一下 我不确定 因为我没有听到 72的发言 我也不知道那边 开不开混子 我只听了1234的发言 我认为可能23 是可以拯救的 如果我对话 23如果你们是好人 你们也盘了我的 PK台上的有了面 我希望你们能回头 我现在需要票 19我不会盘他们倒沟 我狼可以点了 10号能放下来 是因为7号在那个位置 捆绑了10和12 我认为7号现在是狼人 即狼混 所以我觉得10号 就可能是好人 因为7号把10打到12的狼团队里面去 对吧 这是7号井上的工作量 现在7没投给我7 肯定是狼 我前脸一个 4 7 11 12 我归票4号 过 6号人家是发言 归票4号 常代老师 4号玩家说 你要么是混子 要么是预言家 那言下之意 就是他不会投你啊 因为你是混子也是好人 你是预言家也是好人 就12归你5 他会觉得 12就不像好人 你怎么会觉得 4号玩家像狼啊 对吧 我是从钢铁反水 变成软战编5号 变成很委屈的投给12号 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就这样 我紧张 我是觉得我没钓鱼 我跟3号玩家 最坏一下 3号玩家 如果你是混了我的混子 我们俩就两个好人 我只希望我们一款投票 能投一致 你知道吧 我听完股头发现 我有点 我有点 不是 我有点怀疑 5号玩家底牌是个混子了 因为你归4 让我觉得你好像不怎么想活 你说我算票 就乱打4个狼坑 4期 11 12 这是啥狼坑呀 对吧 就是你井上 包括你井上验1的点 我觉得也很奇怪 你觉得1是狼 那你就把他的那个逻辑给否定掉 你觉得1是好人 那你就把1的那个逻辑肯定掉 就1的逻辑是 可有没有可能60狼 12是混子 那你要去验他 你就觉得你不相信他这个逻辑 那你就得觉得12号玩家是狼人 我的底牌是一个反水的好人 对吧 所以PK台上 我是被12最后咕噜咕噜咕噜 说那个话 我就投给他了 对吧 这个票不能乱投 事实证明 今天这个编不能乱战 所以 就投给12 然后我井下听了一圈 我又觉得5打 5说今天要外露4 我不太觉得5号玩家 你可能真是个混子 就像4号玩家所说 你真是个混子 所以我会听12号玩家归票 如果12号玩家归5的话 12号玩家归5 我就觉得12号玩家 他不是得有个预言家呀 对吧 预言家得有个 他是混子 他是预言家 他归他 那怎么办 12号玩家应该水平能外露一个狼吧 不至于说5号玩 今天就出5吧 我觉得5号玩家都没有求生欲了 他就乱打 对吧 你说你要外露 你不如直接外露7吗 算了 你说我们今天把7露了 我觉得合理一点 你外露4 4说你是预言家混混子 那这个我有点盘不通 然后我觉得 9号玩家 9号玩家得是狼吧 两轮都投给5的 5的发言 我觉得没有办法支撑 对吧 然后1号玩家 不懂呀 我不懂 我很迷茫 我确实说实话很迷茫 因为我觉得 他锦上 锦上验我的心路历程 确实是不太对的 我是真心实意的觉得 他有点了爆的那种感觉 但是好像PK他发言 给他聊回来 然后听完5的发言 又觉得不对 好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板子了 我觉得那个人不是 不是预言家 但我又觉得这个人 也不是预言家 不是预言家的 是不是低了 你们是不是低了 你们好好跟我说 是不是低了 发言到 7号玩家去发言 那个 这一盘我们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去听1和9的发言 如果1和9的发言 里面有一个好人 那说明至少有两个狼人勾了 你想我首先 我自己不带 你想我自己首先不在狼队里边 那狼人为什么要勾呢 为什么会把票投给12 因为前面有人聊过嘛 他们说你把那个 警惠上给12 有什么用呢 因为 5号玩家底牌 就一定是混子 所以那两个狼人才会勾 他们希望的是 今天5号玩家出局 这个你们得盘 如果你们 如果一会儿 一会儿听完9号玩家发言 你认定1、9都是狼 那5号玩家的底牌 才有可能为狼人 只能盘19去冲了 但是你设想 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去 给5号玩家上票 我觉得19不可能都是狼 所以19不可能都是狼 情况下 5号玩家就为混 那你说前这位的狼人是谁 我自己判断 我觉得4号玩家一定是狼 为什么4号玩家一定是狼 原因就是因为 5号玩家玩狼混 或者狼的时候很喜欢 我们不说是卖一个队友出来 就是长男老师玩狼的风格 一直是这种比较无私的 喜欢保护另外一个队友 就打自己当同伴 把他身份抬挺高 甚至今天不需要外low死 那我能不能在这 我就low死 我站边 我哪怕我站边 我也得出4 更别说卖12 因为12号玩家 我觉得他就这种情况 本来这种事不是应该我说的 这么发言过来 一般以前6号 这个时候就给你分析明白了 这个5为什么是混子 为什么他这个4怎么着 我们今天这个6号玩家发言也很巧妙 他告诉我 5和12都不是原家 他去哪了 你没跳 不是你这个发言 能不能认真点发 对吧 当然了 因为12号有可能不会听我意见 我觉得今天初四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在我的眼里面 我觉得5号玩家是混子 4号玩家是狼 今天我觉得1号4号玩家都是底牌 是狼人 5号玩家我没有听过发言 那么5号玩家 我们可以把它打成狼 但是我定 9号玩家 我没有听过发言 可以把9算在狼坑里面 但是就是我说的一个问题 我既然认为1号是狼了 5号玩家我认为是混子 那9号玩家 有可能就是站错边的好人 这个不是说我提前保久 你今天不能出狼 12号 我可有底牌 你等我明天 明天我还是未聊 也别验我 好吧 也别验我 今天第一把就是5和12对跳 我觉得两个发言都很用力 都很用力 但是边你肯定得 边肯定是站12 12肯定原家 所以我建议12号可以出4 因为我觉得很像5号玩家 在给4号玩家做身份 当然你出1也行 但我觉得 我觉得初次的话 你的金水不会投错票 就是你出1位6号 5号说 他5个事都不知道有没有原家 反正我就说这么多 好吧 谢谢头十 谢谢小鸡 谢谢眼七 谢谢车车 谢谢丸子 谢谢路卡 好过了 8号玩家去发言 七肯定是了 因为我是混子 我混的12 我就交牌了 不是我就摊牌了 因为我混的12 所以我经常直接占12 他占你一愣说5是混子 今天一愣要出4 他占12说要出4 我归的4 他言下之意就是 不许咽我 咽我就是茶沙 我有底牌 而且你还有警徽 他肯定是 我肯定不能接受 因为我是混的12 然后我觉得你是原家 我就跳了 我管你是啥 反正你是狼 我也帮你投5号 你是预言家 那他就是狼 因为我是混子 对吧 所以我今天票 就挂5号身上 你要是预言家 算你倒霉 验着混子狼 那咋办吗 那我 我如果警察先发言 我就给12发金水了 我本来都思考过好多 我思考过 我要不要 混个12 给4发金水 就想了好多 本来在7发言之前 我都想说 我就假装战编5号 我在外边打一堆人 然后甚至我跳个身份 我就把它垫死 但7发蜿蜒 我实在是绷不住了 我觉得他好像真觉得12能验人 所以我就占12了 所以我就跳出来 我混的12 我是混的 我混的12 你没啥吧 但我听 耶 都不一定是狼 因为他想让你出点事 我觉得70狼 50狼 4 不知道 90狼 579 还有一张不知道 你再琢磨琢磨 反正我今儿就给你投票了 我都混了你了 然后我觉得70狼 我觉得他可以吃毒 我没有过 9号呢 请看你 不当钓鱼狼了 我钓够了 我是白痴 钢铁战鞭你 你是混子 70狼 哥们儿 那你不担心 你真的是狼 或拉爆狼团队吗 人7在操作 是72 狼队友在操作了 你是狼 你要拉爆团队了 你是狼 对啊 你就跳出来 7号作为你的 两个好哥哥 你看 你们现在你混的12呗 7也占别的12 7跟12 你混的12 7跟12都说要投4了 说5是混子 你不管5是不是混子 你不是混的12吗 有12在后面主持公道 你的狼混 你跳混子 你出来嚣张什么呀 你 信不了一点啊 好哥哥我钓鱼的 因为你看 第一票是这样 第一票 你的发言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觉得可以称之为150分 但是我看他 就像想投给12的样子 我先投给一票 那5号的发言 他说80狼混 我觉得他不想活了 你知道吧 第二轮PK发言 然后你对我的定义 我觉得我第二票 投给5的原因 是你对我的定义 你说我是狼混 你说井上没听出四只狼 那我不是狼混 我是白痴啊 所以我就跳出来 虽然我投了匪票 然后我觉得你直接说我是 你可以说我是狼人 但是你说我是狼混 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 这是第二轮投给5的心路历程 那我肯定是白痴了吧 我投4啊 我今天投4 148 你 你不可能是好人 你不可能是好人 因为他这个位置 他这个位置混的是12 我想想在他的视角里 他跟12是共编的 7现在说5是混子 他这混子没必要挑 因为12会归票 不管7可以是盗勾狼 7是不是盗勾狼 他混的是2 你是得确定12是百分百的一元 加你不为劳混的情况下 你才敢跳这个混 去保4 那4跟你有啥血缘关系吗 你跳混子干嘛 我们投的是4号 我们今天要投的是4号 读 我大哥12号会安排 跟你一个混子什么关系 所以你是不是不太能是混子 因为我觉得你说混子不太能跳 不太能跳 148 我出来了 外置卫再找一张 6也排了 10也排了 因为10不太能做5的同班 10说12是混子或预演家 那就2311 再找一张 因为我是警下子 所以我会关注11 虽然他票投给你 现在我觉得5是混子 所以11会进我视角 但我身份要跳一下 我不是狼 别的没啥 我过了 10号那次翻译 你干嘛又要出门吃了不 还好不 怎么可能是148 8号玩家说他混了12 他必须跟12投票 这个7你抓紧吃 我投死你 你是猛狼啊 我觉得7是猛狼啊 我没有觉得1的底牌很像狼人 我觉得30狼 我觉得20好人 我觉得是3 5 7 然后91开一个 我是这么觉得 7号玩家当狼 只能当5号玩家的队友 因为如果712是两张狼 或者12是混 7是狼 他不可能不让12去归5 对吧 而且5已经归了4了 没毛病吧 那7为什么要跳出来 站边12要去归这个4呢 所以7是狼 7必须是5的同伴 当不了12的同伴 所以7对于19的身份有可能有缓 为什么3是好人 我听2是好人 我不觉得2是狼 我听3不像好人 就是1234里 我觉得2最好 4第2 然后1第3 我觉得是一个这个顺序 好吧 确实5是很难归到4的 有点奇怪 想一想啊 因为小郭井上说6在钓鱼 小郭自己好想那条鱼 感觉要被6钓到 然后听出 然后其实李斯井上是真不站边12 但是小郭觉得李斯在钓鱼 小郭听出来了抓紧说出来 别让别的队友上钩了 是这意思我感觉 他俩里边反正有个预言家 你站边5就听5的归票 站边12就听12的归票 我们没有什么好分票的 好吧 但我觉得7的底牌是猛狼 是钢铁狼人 因为他说他有身份 你怎么觉得你明天能站起来 对吧 所以8如8 好像就只能当混子吧 而且他看了4遍拍 乖乖 我觉得7是猛狼 然后7之狼 我觉得7只能跟5当队友 过了 11号在4发言 首先投给12啊 5号在你三轮发言 第一轮发言的时候你紧会说留的是10 对吧 紧会说留的是 你说验10定7 这个首先我就没太听明白 因为所有人都听得出来10跟12不为同这一样 你认为12是狼 10是什么呢 你验10怎么定7啊 然后紧上的时候你验的8进水 6是钢铁不占面12 你没有验的6 你验的8进水 8是你的金水在前车里占错别了 你不先对话吧 先劝6 先跟6来了一波对话 所以我觉得你紧上第一轮就不像 紧上第二轮的时候你紧会留的是 对 而且紧上第一轮的时候你必须要开出来12 有混子的思考量 所以1号点出这个的时候 我没觉得1号很像了 因为6那个位置反的也太钢铁了 说我钢铁不占面12怎么怎么样 6为什么不能是狼人 你只验出8是狼人 为什么6不能是狼人 12不能是个混子 10这个位置是我工作的 你验到10就必须说12有可能是狼混 因为10给的说法是12非混子 即预言家 所以你验10 你认为10是狼 12就是混的 6 10有可能是两个狼 你才能验到10 对吧 所以你紧上没开出来 12有混子的可能性 所以就很不像 第二种 你的警惠流是4跟1 我觉得1打你的点是最正的前面 然后你说2 你根本就不知道 就是分不清它是什么 反正我也放不下 那为什么不验2呢 我觉得1打你的点都很正 他说你开不出来12混子这个思考量 这肯定是不对的 警下你又说10是狼人 7是狼 那你警上说验10定期的身份 那又有什么用呢 你也没验10 对吧 也没验10 你警上留完警惠6以后 10跟7的身份你全给出来了 所以你第一轮的发言 不就是没有意义吗 你警下这轮的发言 10是好人 7是狼 你全给了 那你警上第一轮的发言 厌10定期有什么意思 那7不占免你不用狼吗 需要厌10定期 所以我感觉你三轮的发言 都很难做一张预言家派吧 然后其实12号 你警上PK的时候 有一个点 我是没太那个什么的 因为警上没有人占免5号 所以5号很像被狼队卖掉的混子 所以5号警上很像混子的 所以8号 它是没有理由占免你的 你的视野要进一下8号的 我是觉得 因为8号说10号可能是好人 但是我占免啥 我就觉得啥你是 他没有理由占免你的 对吧 然后5号起跳了以后 没有人占免5号 我是觉得是这样 所以但是 5号完在三轮发言 我很难占免5号 理由我也讲了 然后侯姐姐 她跳的是波齿 你说91里开一个 你就直接说我是狼就得了呗 我两轮头12 那你就说5号混子 那我为啥逗狗啊 你狼坑肯定是点错了 然后我会占免12 8我觉得很像混子 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 你要当混子 你狼混你就倒霉 这 能是狼人吗 我觉得他太像混子了 那他是混子5 就是起跳的狼人 那就 就没啥的 你判断吧 反正我觉得5号很难做云的 三轮发言的理由我也都给了 然后我觉得 一井上那波发言 他打5的那个点 跟我井上的时候很像 所以我没觉得一可能很像狼人吧 那7今天发言 我妈不死 如果5是狼的话 5跟7如果是见面狼人 7确实有被弄会变 因为5号玩家说 电时定期 这个太夸张了 12号玩家请发言 好 男狼倒钩其实很累啊 你早知道你给那个5投一票就没事了 是吧 其实你是两票投给我的呀 你不需要表那么多水 既然你觉得我发言那么不好 以后就投给5就好了 做狼不要太违心嘛 对吧 然后我先说一下 那个5为什么不是渊家 因为他验的8 金水挑了货嘛 他要归的是4 他说我是货嘛 我自动升级为渊家了 这个能懂吗 除非你认为常良老师归错人了嘛 那你等会也投4啊 别投我 然后我警惠流说一下 如果有白痴的话 就点一票9 我就在那个两 就是点他和9号里面验 对吧 我怕你被抗退了 等会我死了之后 他们又说你投错票了 如果没有人点9的话 我就验个1啊 1号 我跟你说两句啊 警上你自己说52里面有个 有个会儿有个愈演家 对不对 本周游戏你是好人吗 我不知道呀 那么你告诉我 你找的那个原始起跳位 是谁 你说了吗 你到现在都没说 对吧 我验你都不能验吗 那为什么他能验你 我不能验你 好像他也留警惠 就留你了呀 然后他的第一句话 给了我灵感 他现在想起来 听完你的发言 我想起来了呀 9给我上了一票 所以我不可能盘90倒沟 你的意思就 我也要copy他的发言 11给我投了一票 我就不盘11是倒沟 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7号 嗯 嗯 站边我 头四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 四是双叉叉叉 警上说什么 六根十二 不是同身份 散播恐惧 然后说什么 警下说什么 今天不能归你 也不能验你 金贵的来 第二现场 你会比我晚出来多少时间 然后本来以为 8有可能是那个 我现在搞马不齐啊 有可能那个5肯定 现在我一定是愿家了 我们现在只输我归错人 不可能你们站错队 知道吧 这个人能懂吗 4我肯定不会归了 我认为了 1号 我就愿意 我就愿意 我看看你投田 到底都 那个 他只要把票投在 投在4脸上 就直接吃毒 然后7说的是什么 19里面听出一个好人 所以这个5就是混子 现在9跳的是白痴 你跳身份挺好的 但荣耀好好和你说 就你在警下 你投完那一票 我不打你是狼 但我派验川你是 我给你好人身份也不对 给你狼也不对 对吧 你可以认为他是狼 但人家投的确实是倒投票 对吧 我不能说他是狼 但是呢 他十和他都保了一 照道理来说 是不去演一的 但是如果我验他的话 狼队确实没什么太大空间 我验完他 他怎么办 他死占我的 我验完他 他就出来了 对吧 我就验个阴 你不喜欢带队吗 你等会 那么喜欢为什么 你等会就带队就好了 好吧 我就告诉你 我冲着好人验的 因为他们两个都说你是好人 因为混子只能在七八里面 如果有容错 只能在七八里 验你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把队给我带好了 好吧 你等会 我根本锦上没有说过二是狼 二也跟你说了 我验二 有什么用呢 二 我觉得没有你打得好呀 最佳进步奖 对不对 他是前浪你是后浪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我个玩家请大家 各位做好投票准备 各位大门老师 我们正在冲击人机榜单 前十名还剩下 二十分钟本小时解绑 希望大家继续 把我们送送人机票 送人机票的第一张很重要 谢谢大家 紧张请归票 五号 紧张归票五号 各位玩家请做好投票准备 三二一请出票 二号三号四号六号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投票给五号九点五票一号投票给七号五号投票给十二号七号投票给九号五号玩家高票出去请发表一言 我先去第二现场了 我先去第二现场 但我不希望你出来 我一会儿希望你们拍刀 我之所以投十二是因为八号玩家我的金水已经跳混子了 我之所以归四号 是我觉得四号是狼 我觉得十二有可能是狼混 所以我归了一个前置我听出来的确定的狼人 但是现在八号玩家起跳了混子 十二号玩家就不可能是混子 这个大家能明白吧 因为八是我的金水 我知道八号玩家他一定是个狼混 他也跳了狼混 所以我去投了十二 我相信就占编我的人可能会投十二 结果好像一个占编我的人都没有了 七号玩家去投了九号 就是七号玩家他意思是他自己底牌是白痴 我是不可能觉得七号玩家是白痴 然后不占编我的 所以九号玩家肯定你是白痴 而且你是紧上紧下投票给我的白痴 可能是我自己发言的问题吧 确实我那个位置归四号我是有点急了 我觉得我在那个位置归十二号 十二一旦是个狼混其实也是输 所以我在那个位置竭尽全力去劝二号三号 合着二号三号可能如果四不是狼的话 如果四我现在都有点不自信了 因为七号玩家在这个位置去归四 我都有点不自信了你知道吧 七号玩家说你们就去投四 给我弄得 我也是这个机灵打了一个冷战当时 我说四号玩家还能是我听错的吗 那更新一下狼坑反正八肯定是混子了 就不存在七十二里面有狼混了 我目前还是觉得七十二是三个 还有一个十一是不是狼啊 十二打你十一是倒沟你还跟着他去投票啊 十一号老师他打你是倒沟狼你还跟着他去投票 你什么我想问一下算了我还是别问了 那十一可能是好人 十一让好人谁能进来呢 十进来吗 但十那个位置其实他打的是七十郎啊 他说定死了马死了七十郎啊 所以我觉得十也不像 那可能是二三里面有容错吧 我不觉得一是狼啊 最后投的都是七号 因为七十二是马死的两个 八是狼混 六号不太像 因为八十郎混 六十二不像是两个红狼 见面的红狼 同样其实十十二仅上 但是你们逻辑这个东西也是正反都可以盘的嘛 对吧 目前点个狼坑 四七十二 要不要把三点进去 三十一里开个容错吧 我觉得十可能不是 六十我都摘出来了 二好像也不是 我点个狼坑就是三四七十二吧 再更新一下 我觉得十一可能不是吧 十一号了 因为我觉得你是狼的话 不太能 他说你是倒钩 他还在打倒钩 然后你还 那你们两个狼在干嘛呢 演啥 演二人串的还是啥 我不知道我去第二现场看看去 我过了 过了 读的话 读七号 七号肯定是狼 好吧 读一下七号 对吧 然后明天去出一下十二号 我过了 五号你将也结束了 收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 天黑请便 各位大宝师 人气榜呢 还差十五分钟就要刷新了 本小时人气榜呢 我们力争前十 希望还没有送出人机票的各位大宝师 把我们慷慨解囊 一毛钱一张人机票 第一张送出来之后 把我们增上额外两百人机制 我们先来一百五号月居前十 感谢大家 人气票 谢谢大家 老人请睁眼 老人请选择击沙目标 我会好好听 我爱想想你 时间一直去 会这美丽 我想想着你 一直想着你 你在我心底 变成了你 我爱想 你想我 如果你的心里 没有想走 所以说 你想要付我 我心里面 大了 想我 你又一遍 我走 不通透 我会送你 学义 你又一遍 我爱了 是什么 不是 你唱歌 到我 我 说 几个 没有 到现在 好 是什么 学习的爱着你 不是爱情 是有多可疑 那是 我心中的心情 我知道 我心中的心情 那些人好深深的 谁想与爱着你 可是爱情 我心中的可疑 那是 我心中的心情 我知道 我心中的心情 老公 现在后面回来 其实 老公 现在后面回来 女人无情睁眼 经验 刚好加倍的细沙 使用只要是一个新小事 使用主要是一个新方法 我要说不一 你像我 如果你的心 在看着这些 只是一场的风景 我知道 我心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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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场的三十足 你无欠其辟 我心中的心 是一场 三十足 是一场 是二三十足 也是一场 与混淆 你 Amen 凌 UT 是一场的érie 是一场内 三二一天亮了 作为生死死亡顺序不分身后 十一号十二号倒牌 没有遗言 是有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十二号玩家是否移交警惠 九号 九号玩家进入警长 请警长组织发行顺序 请走警由八号或十号 十号玩家请发言 这是一茶茶还是酒精水呀 这是什么金辉呀 这是 是一茶茶吧 你还真的站起来了 你还能活 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呢 麦克 我都惊呆了 你还能不吃毒的 你不吃 你不吃一大猛毒 我亲娘哎 这是什么狼 那就是八十混子 五七十一十三个 最后一个狼开在一三里 他是说 你不知道他验的是谁 他说他就验一 奔着好人验 然后又说如果有人头九的话 就在白痴里验 对吧 这是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头七对吧 然后一三出最后一张 但是一头的事情 我是听一 不是特别特别像狼人的 我觉得三是最像狼的 听听呗 因为不可能是十二吃毒嘛 对吧 不可能是十二吃毒 十一吃刀呀 应该没有这个可能性 好吧 十一拿什么吃刀呀 肯定是十一吃毒 十二吃刀的 好吧 别的没有了 过掉 各位大姆老师 人气票最后十分钟的时间 大家一起来冲一冲啊 我们今天的人气榜单 还需要更多帮我们送满 六百票的大姆老师 第一张没有送出来的大姆老师 千万不要忘了 送一张一毛钱的人气票 帮我们增长额外两百的人气值 谢谢大家 人气票感谢大家 一号大家请发言 人气票 人气票谢谢大家 就他肯定是狼了 这多少最后还要骗我一下 我说我觉得投七 是不是最有可能投出去呢 因为八条的是 混子 八肯定是混子嘛 对吧 你不能不是混子 跳混子 因为我占面是五号 你挑混子 你肯定是混子 你要投七 九说七不好 十说七不好 十一说七不好 那那那 我说投七 万一能投死 投十二是一定投不死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占面他 然后我想 万一是我自己搞错 那反正七是狼 七反正里外里 他就算我占错别人 他也是电飞我的狼 他又投九号 他跟九对跳白痴 那九怎么知道七是白痴 他为啥敢跳白痴 所以我觉得九得是白痴吧 然后你们 你看你们占面十二的 也觉得 你看他把警惠给九号了 所以能不能先投一下七号呀 他昨天说验我 笨金水样的 今天给我发一个大茶沙 所以 你们能不能 你们占面他 能不能觉得他没验了我呀 又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怎么说 你们五为什么是愿家 这个死法我也很难以理解 十二说十一是倒工狼 结果十一倒牌了 我又不能说十二你自刀了 对吧 我说我只能觉得十二是吃毒的 然后 十一吃刀 那十二自刀 我觉得他毫无收益 十二自刀除非十二是混子 十二是混子 那我又不能是愿家 因为八跳的是那个什么 所以十二自刀的意义干嘛呢 就在给我发茶沙 我也没没理解 因为我底牌是好人 我是他的第一警惠六 他昨天还说笨好人一样的 今天给我发个茶沙 他肯定不能是愿家 对吧 那先投一下七号 可以吗 因为十一十二 这个死法我惊呆了 我没想到十一能是好人 十二说十一你个倒勾狼 十一帮 十二投五号 那我觉得十一 当时我觉得十一肯定是狼呀 那五一啊 还说十一是好人 今天十一十二双死 我没法觉得十二自刀 我只能觉得十一吃刀 十二吃毒 所以女巫应该能出来对下信息 对吧 你毒了应该是十 十二 十一是好人 十一是好人 太离谱了 我投七啊 不管他俩谁谁 他肯定 他肯定不是愿家 因为我接的是茶沙 那我就投七号 投七号 十一是好人 我真的接受不了 因为我没觉得史是狼 八又是金水 九是白痴 七 二三四还要开 还要开 还要开 开俩 开一个开俩 不是不能十二自刀 就为了给我发个茶沙吧 反正七是狼 对的 女巫也藏不住 就出来一下吧 因为七说我是狼 我不是狼 所以他是狼 各位大宝师 人机票只差三名 进前十啊 各位大宝师 继续充充人机榜单 感谢大家 人机票 谢谢 二号要请发言 不是他没跟你发茶沙 十二他昨天的发言 他是说 如果有人单票挂九号白痴 他就在两个白痴里面验 他说如果没有人挂九 他就验你 所以他是给七发了茶沙 他没有给你发茶沙 他给七发了茶沙 然后 就是 为啥 昨天 直到五归四 真的当时 真不太能及 像六说的 四号说 五号不是预言家 就是混子 他是没想投五的 那五怎么会直接归四呢 然后十一是两个预言家 他点的双边狼坑 十二说十一是 倒勾狼 然后五号的预言 他点的四个狼里面 也有十一号 应该是十一吃毒 十二吃刀嘛 只有这种可能性量 因为十一号是双边狼坑呀 很难盘到十一号吃刀吧 好吧 那今天就出一下七号 七号总归是狼了呀 就这样过 三号要请发言 但是我怎么在想说 如果就剩一号跟七号 两个狼在玩啥呢 然后那个 那就是鲸鱼 他好像 就是首先就是二号说的 他没有给你发茶啥嘛 然后其次就是 你是狼 你应该跳个女巫呀 因为这全场 你说十二是吃毒的 那只有你能读到十二呀 全场都战免十二 谁能读十二呀 所以你就如果有女巫读了十二 那不只能你是女巫吗 所以说如果 那正常盘的话 那就是十二吃刀 十一吃毒嘛 所以我真的没觉得 鲸鱼是好人 我真的是好人 我跟十号表表水 就是因为那个 我是就是六号 他每一次自己站座边 就给自己找我说 哎呀我刚在钓鱼 我就想说 我先把他这方话 先说出来 省得他一会儿 在 就是他一会儿 再再这么说就就大家就会不觉得不觉得怎么样了 所以我就那么调侃了一下 然后我是从头到尾都站边十二号的呀 然后我也没有干什么坏事好像 然后我认为的狼应该 我就是一直没有觉得一号是好人 因为一号他刚刚就是他一直感觉好像就没法变了 而且他是一直说 说那个十二是原家 十二是原家 十二是原家 不十二是狼 十二是狼 然后我觉得七号是狼吧 因为七号你那个上一轮发言 你说的是一九里面得开好人 你认为一定是狼 那你怎么还跟九号跳起了白痴呢 就是你相当于你说一九肯定得开好人 你的意思是九号都有可能是好人 一是狼 然后那你现在又跟九对跳白痴 所以没觉得七号像好人 但是这个故事不结束 那就只能交给我们李斯大人了 因为这个故事不结束 我在想说如果真的就剩一号跟七号两个狼 应该就结束了呀 所以说我觉得有点贵故事 然后就交给你了 然后我就过了 各位大木老师人机票 最后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现在第十三名啊 我们仍然需要更多帮我们拉买600票 大木老师下方礼物先来点赞 最后粉酸选扬卡 第一个礼物一毛钱一张人机票 第一张非常重要 大家尽量帮我们送送第一张人机票 谢谢大家 四号请发言 我女游啊 然后昨天读了十一 没读七是因为我觉得她有可能是混子 然后九十九十饮水 我不是说至于你爸的身份 但是有可能 就是小概率时间有可能七十混 因为她说她要归我 白天我肯定是出不去的 因为昨天都是要战编十二的 七直接说 我和人家是混子今天要归四 所以我昨天就没读七 然后今天我觉得可以出七吧 你再自己考虑一下 因为九可以再听七八的发言嘛 因为昨天十二也说了 七八里面开那个混 她没有说马死十二一定是那个 马死八号一定是那个混子 我读十一就是因为十二说 她是盗钩狼 然后我觉得赌太挺不讲道理的 但是确实没什么坑位了 我又不想亚赌 我怕把我偷刀了 然后他们空空刀又赢了 然后因为一三 因为十一保了一嘛 一三里面我觉得开狼只开一张 然后十二说了去宴一 所以我就赌了十一号玩家 我觉得二一定是好人 我听十也不太像狼 特别是五走的时候 说十一你就是好人 你那个站错边了什么的 我不太能接受 她给十一 说十一是好人 我觉得十一可能是她当队 我就读了十一 以后还是当个闲鱼女巫吧 这太煎熬了 起来 真的很煎熬 因为不知道自己读对了没 然后今天 你再好好分辨一下七八吧 我觉得 那就不盘小概率事件 七号那就是那个狼人 然后她票了一票九是为了多毒 都有可能 然后八就是那个混了十二的混子 但是一号玩家这轮的发言可以排水吗 她说十二给她发茶沙 昨天十二归票的发言是 她说如果有人单票挂九的话 她就会在票九的人里面验 所以她肯定是在七九里面验的 一号玩家起来说十二给她发了茶沙 我不觉得一这个发言是好人 所以我觉得一是前这位的狼人 首先她边站错了 至少到七一张狼 就一直票七 七还有可能是混子 然后她 她今天说十二给她发茶沙 所以我觉得一很像狼 二是好人 三 我读了十一我肯定 不太想去打三 但是 好像确实哦 不太想去打三 然后听听你六的发言吧 你不是最喜欢盘极限逻辑吗 对 然后听听六的发言吧 然后再让九给我归个票 如果十一是我独队的狼 今天就算出了混子也没关系 我知道八条混子已经很钢铁了 但是我还是想把那个可能性都盘出来 我不是质疑你到底是什么 我只是想把可能性盘出来 就是为了赢嘛 对吧 然后那个我就过掉了 人气非常最后一分钟时间 六号玩家请发言 今天就把一出了 不是你们预言家的警惠留稍微再听得仔细一点 他前面说的是 是说过七九里面 如果谁单票挂酒会咽一下 但最后说的是 我就愿意 我就愿意 不七根酒当中的白痴 我觉得不太需要通过预言家的咽来分辨吧 所以我觉得他咽的肯定是一样 能理解不 所以今天出是出一 然后因为我是这样觉得的 我觉得十一出局不一定是一张狼人牌 因为只是十二说 十一有可能是个刀刀刀刀 但十一还帮着十二头 他是狼吗 他就乱投了呀 他都被点死了 他还帮着十二头 他投啥呢 然后十一十二两个人一起倒牌的时候 我看十二对着十一穷看 所以我是抱有很大的疑虑的 对吧 我很担心七号玩家是一个混家 七号玩家我感觉他没有什么害怕的 你知道吧 今天这个聊一下 明天这个投一下 所以我很担心 比如说十一号玩家读出去是一个好人 今天把七一个狼混一推 好像就输掉了 我对七号玩家防守面积比较大一点 然后今天投一 然后七跟八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八号玩家 九号玩家有一句说的对 八号玩家你的底牌 如果是一个混子 你混了十二号玩家 我觉得昨天不是你跳的轮次呀 因为你根本无所谓十二 是不是啊 get到了对吧 你根本无所谓十二号底牌 他是预言家还是狼呀 你的底牌是个混子 你知道他一定不是混子 那十二一定是狼或者预言家 你只要跟着他头就醒了 你昨天跳个混子起来是干啥的呀 对吧 所以我觉得种种迹象表明 我觉得七八之间的身份可能有置换呀 对吧 七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狼做的事情 什么跟着五说要投四 然后单票飞的九 但是八号玩家你的这个认混子的行为 让我觉得很奇怪呀 就很不符合每一个玩混 你们设想一下 你们自己手上拿了个混子 混了一张起跳尾 他自己知道自己是混子 你怎么会跳呢 你只要跟着十二头就行了呀 对不对 你最好别人打你是个什么站错边的好人 你心里更甩 其实我混了他 怎么会起跳说 我是个混子 我混了十二 我今天就帮十二头 所以我觉得乖乖 所以我会投一 我觉得十二宴的就是一 我不会在七九里面投 好吧 我同时 因为我是第一天的精神 所以我跟白痴也对个话 我想先下一 我很担心十一是个赌错的 因为我看他们两个出局时候的那个表情不是很对 好吧 然后五出局应该是个狼 因为砍的是十二嘛 所以现在可能就是没有 就是因为没有毒了嘛 所以轮次不一定是遥遥领先的状态 就不太能推错的状态 好吧 所以我觉得一是茶啥 一说自己接了个茶啥嘛 对吧 你说什么十二自刀啥的 你不是就认他验了你吗 不然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那个呢 对吧 所以 明天七八PK吧 七八PK 七八PK要是投完再不结束 那就很酷好吧 过了 七号人家去发言 这怎么玩啊 这都不听发言呀 还能出 今天肯定不能出一呀 因为十二号的发言 你们跟十二号人家斩编 十二号人家说 我今天首先会验那个 如果有人单票 酒 他会在单票那个人里面 和和那个九号人家 里面去验 对吧 然后 他的警惠流流的是一 所以你们就算是跟十二号玩家 斩编 好像也很难能够在今天出一吧 对吧 六号人家 我觉得你是好人啊 我觉得你是好人 但是你说出一 你这个就就说不通 因为你如果认为 七号人家是混子的话 你只能出八呀 对吧 因为八号玩家 因为我要是混子 八号人家就只能底牌为狼了 你得出八 你跟一没关系 你出一的原因 只能你是觉着 就你说那个东西 说什么一号玩家 认为十二号玩家 验了他 因为十二号玩家 确实发言 发了说警惠流流一 那一号玩家 他将这么发言 那肯定一号玩家会以为 自己就是街道查杀了 所以你出一 就是确实不讲道理 今天就四七的论词 四七的论词 然后银水确实是九号 然后因为我可以随便投 我底牌是女巫 我随便玩 因为我可以在狼队视角里面 我装那个混子 这都可以 因为八号玩家 九号玩家质疑了八 对吧 所以今天就四七里头 跟一号没关系 然后我肯定是读的十二号 十二号当不成员家 那五号玩家投入案有谁 我为什么没有说 跟我一起去投四的原因 就是因为十二号玩家 因为我觉得 首先四号玩家是不可能出局了 十二号又说什么 如果有人投他 他就会先验 我看他会怎么飞 对吧 所以今天就是四七的论词 然后你们要是信四是女巫 你们就出七 你们要信七是女巫 我们就出四 你们现在连边都没站队 好吧 然后一号玩家你 因为你单票投我 你没有跟十二号一起去投五 所以我能保下你是好人 但是你这今天一上要出我 我就就也没办法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块投四 因为你也认为女巫会读十二 因为在你眼里面 你是站队边的 你认为女巫会读十二 今天也不能读错人了 对也不能出错人 我底牌是女巫 所以今天我们就出四 然后轮次我们先搞清楚 然后因为六号玩家说的那东西不成立 就是说什么我是混子 因为我是混子那就出八 六号玩家就不归八 对吧 你归一是 因为警徽流你们都没有听清 你们要听清警徽流就不能出一 就是十二号玩家 九号玩家我投你一票 但是我不是因为要跟你汉巧白痴 因为我底牌为女巫 你懂吧 所以你在分析分析我说的好吧 今天就是四号和七号的论词 听九号玩家归票 八号玩家你好好聊的 我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啥叫我们这些昨天跟十二站边的 你警徽票不是投给十二的 你警校不是站十二要出四吗 你是女巫单票挂白痴 以前女巫单做八你也不把她当傻子 你是 咋可能 真的奇怪 我想想 十二不能十二是狼 那我也是狼 我管 十二是狼九也是他同伴 我就是你我管你是啥 六号玩家 你甭管我 首先我就是混子 因为十二如果是原家 七号在这搅浑水 他说五是混子 让十二去出四 我是不是得跳出来告诉他五是狼 是不是 如果十二是狼人 我明确的我知道十二不可能出局了 我告诉他我是混子 对不对 他是那十二是狼人 十二就不可能是狼人 因为七号昨天说要归五号说五是混子 那我是混子 我管他呢 我琢磨这么多呢 反正七是狼 你别再打我了 我跟你说了 我觉得十二是预言家 我怕他真听着七号去归四了 我说我告诉你 我是混子 我不是混子 所以我才跳出来 那他能是好人吗 我想想 他反正不能是好人 你不可能相信他是女巫 偷白痴 来你投我来 你归我来 我觉得可能就一齐 我觉得就一齐了 那四号是狼 他昨天咋不读四呢 十二说十一是盗勾狼 十一吃刀了 十二吃赌了 不可能 那他这边是啥呢 他是白痴 十一是啥出去的 不可能 不可能 齐就是狼 就是一和齐 我觉得就是一和齐 我没了 我投齐 反正我票就挂头齐了 我都想好得起来 十二但凡不倒拍 我票就委托给他了 我 但是他倒了 他 景辉给酒 肯定是咽了酒精水 或者七茶啥 我肯定是投七了 我肯定是投七了 我过 叫号哪起发音 白痴来塞吧 其实就是个视角问题 四哥 我昨天想明白了 你看他如果是混子 他混了十二 他看到七是 七是投给十二 他不管十二是啥身份 七十二可以是两郎 可以是好人 跟那个预言家 对不对 帮七锦下给敌对阵营的预言家 穿了个混子 他肯定跳呀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混子 对不对 你想一想 因为他好像不用分辨 预言家跟狼人 因为他混的 以他的诉说中 肯定是换人身份 他一直是投我的 我是白痴 然后他的景辉流 他不是说 谁点了一票酒 就分辨 帮忙分辨吗 对吧 因为我是投给五的 我在你们视角 是没排水的 所以说只要有人 跟我对跳白痴 他担心 我可能跟那个人对跳不过 所以他留了这么一个景辉流 所以在我的视角 我今天肯定是投七的 我觉得八是混子 因为我感觉他挺像混子的 因为就是个视角问题 他是该跳 那他你看假如说 他是混子真的混了十二 那个 七是站边 七十二 七是投票给十二的 他视角里七八十二 肯定三个团队的嘛 对吧 他自己是混子 那七按理说 在他行为路径里的 一个正常操作 他只能给十二传混子 才是八会通过的行为 对不对 那七投票给十二 给五传混子 那不肯定是 他在七是盗狗狼 然后五是那个狼吗 七作为盗狗狼 想保护汉跳狼人 从而外这位投女巫吗 对吧 所以他会跳的 因为这就是一个视角问题 我昨天想了 我那个位置 我是混子 我可能也会跳 因为我会认为七十二共编的 七号突然起来帮五了 因为七给五传混子 无非是在帮五 因为我们五十二认为 十二是原家 对不对 他认为七在帮五号 他肯定就是好人混 所以他会跳 他是做到 他是为了帮十二正式 叫找七 所以他跳 至于我这边发现顺序呢 我肯定是投七的 我是觉得他是好人混 觉得你是精水 然后 你作为精水 混子出在七八 你要说归一 你要说归一是吧 我真不觉得异象了 但是你要说归一 我就归个一七PK 好不好 我归个一七PK 因为我是想让你找一二三四里面的狼的 我觉得八是混子 七是狼 然后五七是肯定的狼 然后四是女巫 因为七昨天都要帮五外楼死了 那我们认为十二是原家 四不是一定的女巫吗 是吧 没问题吧 所以五七是肯定的狼 外楼两张 我是锦下的白痴 我觉得十一可能为狼 十我排水的原因是因为十一直在绑十 说他 首先锦上说他不是预言家 就是混子 这其二 起身发炎 七你俩还 那个不吃毒 你做干嘛 七号 装混子吧 你看 首先他要给我对跳白痴 那十二我们都占美十二 他不是要给我对跳白痴吗 他投的久 不然他投的久干嘛 锦下又跳了个女巫 我觉得他是装混子的狼人 然后至于一到三的里面的狼人 一二三里的狼人 就开在一三里面 十我排了 八是混子的 你是金水 四我认为是女巫 我真的觉得可能是三 不太是一 但是我今天会归一七PK啊 我会归一七PK的 因为 现在是 你是担心十一不是狼是吧 反正我归一七PK吧 别的也没啥了 我是白痴尔过了 送人家发言结束 过人家请带亏子 好对吧准备 警长归票 一号 七号 平票PK 警长票 变为一票 各玩家请做好投票准备 三 二 一 请出票 一号 二号 四号 六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投票给七号 三号 投票给一号 七号玩家 八票出局 请发表页 你们要是 你们要是 十一号要不是你们同班的话 你们就 砍民 我们就赢了 因为藏肯定藏不住 但是你们好像确实不听王哥留 警惠留 王哥现在故意气死了 我想想 三合 三合六里边 因为三合六里边 三合六里边 那是三 然后 那剩下 也不用我点了 如果十一号 玩家是你们同班 只能去砍神 只能晚上把 四号 和四九砍 如果 如果十一号 四号玩家底牌为 好人 那他只能是平民 那四号玩家读错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拍了 没了 你们是真不听 王哥留警会表 我怎么吃这么多票 你怎么也投气 你怎么回事 李四王 怎么投得气 你怎么跟着荣耀去投票 你别笑了 你藏不住了 你藏 赢了 应该赢了吧 你别老说什么 那个你是 接叉叉叉叉叉 他没 哎呀能骗的 好吧 其他没了 就就差不多了 反正十一 因为十一号 我真的没有听过来 他的底牌 因为他两轮 给十二号玩家投票 所以他有可能 有可能是个倒沟 老人被四号玩家堵死了 也有可能 你们晚上 反正我把身份都点完了 你们自己看着砍就完了 好吧 我过了 希望能见结束 受发生技能 五四三二一 天黑请毕业 老人请睁眼 老人请请到机箱目标 我来 女人 我来 我来 像我 如果你的心 没有声音 似乎 像我 如果你的心 没有声音 是的,我的小焰,你很能跑,我自己想转发,你真是什么? 老 penny,你不是有那个小焰,我说什么? 我说,我吴我,我说我,我说我,黄金铀,我说我 老 yesterday,ChinB,你怎么看这个? 就是我,这个非常乱,我说我,这一句话,很难听的啊,我对我说我这个话,你怎么看这个,我说我这个话,我没男生,我说我这个话,你怎么看这个话? 我说我这个话,我说我这个话,我说我这个话,我说是,我说我这个话,我说你怎么看这个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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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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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是恋人那今天可能出一吧 好吧就这样过 一号那请发验的 我是以为他最后又改了说要验我 所以他把解回给你 我以为他是验的我是茶匙 因为正常如果他倒牌应该是 我觉得他是预言家的 我已经晕了 因为你看如果狼是十二是预言家 如果狼是十一五七八 混子又跑丢了 因为假设七底牌是混子 还有两个狼 就假设十二底牌是预言家五 五十一是两个狼 外边还有两个狼 就格局怎么盘都不对 就算七是混子八是狼 我底牌不是狼 所以三跳猎人了 因为他七的一眼肯定是当我嘛 很明显狼刀不够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 他不可能把他狼同伴抱出来的嘛 他说最后两个狼是一号和八号 他说三号六号猎人是三号 因为我现在视角跟你们不一样 你说我还是很纳闷 第一天五是狼 起跳没有一个重逢狼 全部倒勾 然后那个如果七底牌是混子 八是狼 八为什么要倒勾啊 井上直接倒勾十二号 有必要吗 八是狼 为什么要井上预言家 直接倒勾预言家呀 除非他们晚上就打好了 全部倒勾 而且我也没有投十二 我投的是七号 七是不是坏人阵营的呀 而且他一眼说一八是两个狼 狼刀不够的情况下 他也不可能抱一八两个狼呀 所以这狼坑路真的很匪夷所思 你看七是混子 八是狼 那个狼在哪啊 三是 三是混子 没有人打过二十啊 昨天我说他 我说他自刀 是因为我接了茶杀 他又死了 我很 我就觉得他是吃毒的嘛 不会给你做身份吧 六号 哎 我 我不知道了 真的 最后自己投吧 我只能告诉你们 我不是狼 八号 九号 十号 昨天都没有说我是狼 因为昨天第一个说我狼的就是三号 然后是四号 然后是六号 我要是觉得八是狼 还有一个狼呢 而且你看昨天票行 我是好人 三十猎人 我一会儿听完 八十 六八十发扬 我在那边投啊 如果三十猎人的话 我觉得二 二可能不是狼 我在那边投 但我自己真不是狼 我是平民 还有一个狼 也没有人说过十是狼呀 十不是狼 十不是狼的格局不对呀 不会给你做身份吧 六号 我听完发扬自己投吧 十号呢 请发扬 可是十二是吃刀的牌呀 你说给六做身份 那在你 怎么给六做身份呢 我不明白呀 你站边的是五 对吧 你站边五必须八十混子 因为八十五的精水 对不对 对吧 你如果认十二不是 如果你认十二不是狼 八必须得是狼 你认为十二是狼 那八就必须得是混子 如果八不是混子啊 八是狼 那五也是狼啊 所以里外里十二 不都是预言家吗 为什么给六做身份 六是十二的精水呀 做的哪门子身份 你发言你必须要死掉 今天 必须死掉 必须要你出去 他怎么会怀疑到六呢 对不对 你正常来说 你认十二是个狱 八有可能是狼人 对吧 六是精水 你认十二是个狼 八就得是混子 对吧 你就怀疑不到八呀 你怎么怀疑得到六 而且六是 你可以说十二字刀 十二字刀 六是狼人 对吧 六十二是两个狼 十二字刀了 景辉给了九 六是狼人 六连你都归不出去吗 六是狼 那七也得是狼 六七是双狼 对吧 八是混 六七是双狼 连你都干不死 七能死在你前面吗 那狼就必须得是六七 十一十二 在你的视角里 狼必须是六七 十一十二 听不太懂你的发言 我昨天以为 三是狼 六是枪的 结果三敢跳枪归一啊 宝宝 好猛哦 好吧 八 咱们现在来谈判 如果七是混子 如果七是混子 对吧 七是混子 八是个狼 然后一是个狼 如果七是个狼 八就是混子 六也是好人 狼就开在一二里 所以感觉一里外里是狼啊 好像是里外里的狼 我觉得今天应该开在一和二的轮次吧 因为七是混 那个狼是一和八 七是狼 八是混 那个狼开在一和二里 对吧 今天应该是一二的轮次吧 应该是这样 我过了 九号哪 请发言 没毛病啊 因为你看四现在是女巫嘛 十二是预言家 所以你不管七号是混子还是狼人 五七十一肯定至少开两狼 如果五七十一只开一狼 一会儿跟一个好人 十一如果是好人 邦邦 两刀已经 我就没有发言机会了 所以五七十一是爆开两狼的 所以场面上 是剩下两狼的 没问题吧 要不然就拍刀了嘛 这是正常情况问题 所以十二是预言家 能排水的就是 六是一精水能排 九是白痴能排 三是跳的单边猎人 这边是现在认的混子 六不可能是猎人了嘛 因为三认了猎人 所以说三六九 这个位置是能排的 场面上剩下两狼的位置就开在 那不管七十狼是混子 那剩下两狼位置 一定就是一二八十 一二八十我们再去摘嘛 那七十混子八就是狼 七十狼八就是混子 这个东西都已经绕了一万遍了 无非就是七十狼还是混子 首先我认为八是混子 七十狼 七十狼的情况下 如果四七十一开两狼 七可能就是混子 那今天也是 也是 也是 也是一二的轮次 一二我投一 投一没结束 把八投了一样结束 对吧 二 二一 其实我觉得是一八的轮次 因为防一手七真是混子 防他一手真是混子 因为我觉得八号 那个反应 从他井上的发言 到井下的反应 因为一 你的发言是太晕了 因为你连五七十一 至少开两狼 这个你得知道吧 预言家是十二 这个得知道吧 因为七十坏人阵营 四十女巫呀 十二是中刀的 这个绕清楚 当然还有可能 一个狼人组合 就是二八七十混子 就是二五八十一 这四郎组合 也有这么种情况 还有种情况就是 那个一五七十一嘛 对吧 八十混子 或者是七十混子 一八十 一五八十一 这几种情况都有可能 但是今天的轮次 我会认为是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 关键就取决于 七号玩家是否为混子 他是混子 我想一想 他只能想他的行为了 因为他是把票投给十二的 然后锦下说要外楼四的 六号玩家分析分析 反正厂面上还是两郎 这两郎的组合 我觉得有可能 都真的有可能 如果七十混子 真有可能是二号跟八号 我觉得主要是 我是把十排了 但是一号你是 匪事是从头做到尾的 我是有底牌支撑 然后你也没聊好 所以我觉得一号 是一定上轮次的 另一个上轮次的 你再定一下 一是肯定在上轮次的 我觉得 别的没啥 听八号聊聊吧 过了 我有点聊不自信了 说真的 我是混子呀 我肯定是混子 我为啥肯定是混子 我在琢磨 因为七肯定是狼 他在装混子 我自己是混子 我知道七肯定是狼 但七是狼 他井下给五穿混子 因为五都能get到 我像混子 因为我井上说 直接站边十二 对吧 然后我说十还行吧 因为他想出去打电话 那他拿狼 没有自爆出去打电话 所以还行 对吧 我说的十还行 我站边十二 然后七号玩家 井下敢给五穿混子 那七号就得觉得 我是狼混 对吧 因为五都说了 我是混子 七直接给五穿混子 我是好人 混一秒出来 就和现在的情况一样 他就直接死 那我是传递了 什么样的信息 让七号觉得 我可能是狼混 十二是以至于原家 我说十是好人 所以十有可能 经我视角 我觉得我的视角 就是一时顺台 三是猎人 六是精水 二号 所有人都保 保两天了 我肯定今天 不会再提你了 我甚至都觉得 十比一像狼 一号在你 你肯定是得出局 因为现在俩神在 你出局了 十最后一狼 也没关系 因为没有人能当狼了 除非你觉得我是狼 我不是狼 九是单边白痴吧 然后因为七是出局 投自己的 然后投票的时候 没有人投九 他只能是单边白痴 那二号 你觉得是不是狼 三人猎人 没狼 你是好人 你配合出局 明天投十 还有一种最极限的情况 四哥 你如果是狼 十二我就肯定是狼混 你巧妙一点 你巧妙一点 用巧妙的方式 来转达我 我是狼混 我投自己 你就说今天是一八的轮次 我替狼人出局 因为存在嘛 确实存在 比如说七是狼 六是狼 十二是狼 十一是狼 然后点了自己同伴 同伴还帮他投票 结果自己吃毒出去 十二自刀 做六金刚狼 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我才说 我可以当狼 好不好 当然我也有可能 是狼 现在装混 没了 我觉得十比一像狼 十很像狼 不然七凭啥觉得 我是狼混啊 对吧 那我说我混的十二 我井上直接站边十二 十二是预言家 他井下给五穿混 我跳出来 他就直接死 因为五给我发的精水 没问题吧 所以 我井上唯一传递的信息 是十号玩家 我觉得你是好人 因为你侍狼 就自报出去打电话了 对吧 我说站边十二 是因为十说 十二不是预言家 就是混子 那我是混子 我肯定觉得十十二 是共振营的 所以我保了十 去站边十二 岂可能觉得 我是狼混 混了十 没了 三十秒 微晚地传达一下信息 四哥 过来 六号玩家 喜欢你 唱你来说 我快不明白 我跟你放 我把所有逻辑 谈给你听 首先我们 我是好人 十二是预言家 五是狼 我们假设 七号玩家 跟十一号玩家 两个都是狼 就是先第一种假设 五七十一 是三个狼 八是混子 最后一狼 开在一二十当中 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 五是狼 七是狼 十一是个 好人被堵出去的 然后场上还剩两狼 开在一二十里面 第三种可能性 五号玩家是狼 七号玩家是混子 十一号玩家是狼 场上还有两狼 那当中有一个狼 一定是八 然后 一二十开一个狼 好像没有第四种可能性了 好像没有第四种可能性了 我们现在必须在一二八十 我本来以为稳赢 我本来想今天我们先推八 因为八一定是狼人阵营的 就是七八一定开了一个狼 跟一个狼混 对吧 然后你外周围得保掉一张牌 外周围保掉一张牌 因为狼昨天没有拍刀 所以有一种可能性被排除 就是七是个狼混 十一是个好人被堵出去的 这个可能性被排掉了 因为七把身份权点完了 不管他是狼还是狼混 对吧 所以这种可能性排除了 所以比如说你 一二十里面能保掉一张 就死保掉一张 我们先把八投了 明天剩下两个PK 好像是死赢的 对吧 我前面是这样想的 但是八聊完给我聊不自信了 八说要 投十投一 因为一跟十如果当中 都是好人 比如说就你前面说的二八双狼 一是两个好人 今天我们投了一个 他们还剩两个狼 随便怎么看都赢了 快快两刀都赢了 对吧 我本来挺自信 我本来想的是我们今天就投八 因为如果实际读出去试个狼 最后明天保一个 然后剩下两个P一下就行了 八发完员给我搞不自信 他说一十 一十 一号玩家 你是不是好人 保个十吧 好吧 保个十 我在这位置保个十 然后一二八里面投 一二八里面只要投到那个狼就行 我倾向于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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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今天的发言很怪 他说一是两个狼 三十秒 我觉得不对 因为他的视角里 他会觉得七 七一定 他一定觉得七一定是狼 所以我觉得他 他应该先外之为保死一张牌 然后剩下两个说 今天出一个 明天再出另一个 他不会觉得场上两个狼 所以就八号玩家思考量不对 我觉得七可能是 真的是个混 八是那个狼 好吧 没有了 过掉了 做完家发言结束 各玩家请带亏 做好投票准备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 一号八号 平票PK 警长票便为一票 各玩家请做好投票准备 三 二 一 请出票 一号 投给六号 二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投给一号 四票 三号 六号 投给八号 两票 一号玩家四票出局 请发表一言 我捋了一下 我不是斐射做尽 我投了两天 七号 七 反正他是狼阵营的吗 我不知道他是啥 我第一天是纯纯没分清 我怕七是那个垫子 反正我当时想的是不管谁是预言家七肯定是狼 或者狼人阵营的 六号为什么会说七号八号一定是一个狼一个狼会啊 六号 八如果是混子那是混得预言家好人会啊 六刚才说七号八号你俩肯定是一个狼一个狼会 为什么是肯定啊 那八是狼 八是狼 不是八是混子一定混了十号 然后我又捋了一下第一天 八号玩家有这么 有这么聪明吗 七号是混子起来 他听出来七号是混子了 然后投四号 因为如果七是混子 五就一定是狼 五就一定是狼的情况下 八号 这么认一下七号是一个混子 马上跳混子 有这么快吗 而且八号底牌是狼 五八是两个狼 井上他又倒勾 直接倒勾预言家 所以我真的很运 我只是听最后 我本来真的都要在八号十号里头了 我当时想着我也不知道谁是狼了 八号十号里随便蒙一个 因为如果十二底牌是预言家 八号就是百分之百的狼 但是我听七又很像狼 他从第一天就很像狼 所以你最后的发言牛说 七号八号一定是一个狼一个狼会 八号混了谁是狼 或者要倒勾预言家呀 所以你这句话没听懂 反正如果我错了我就 对不起 我的问题 我太蠢了 我揭晓答案就受不了了 我已经有三分 不过了 一号车里面结束 说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天黑请毕业 我转到全身的爱着你 老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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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最佳季步奖的空间量吗 真的我三天小时赛我没进过这个屋 我三天小时赛九局游戏轮轮都是出在场上出到最后 小时赛又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都没出来过小时赛 对我打了三天打了人都麻了 小时赛也可以打回这个 其实有这个 我们小时赛没顶着 大时赛一起换 经常组织发言顺序 8号或10号 8号请发言 哎哟哥啊 你没拍到我就是好人混 你就是纯好人 因为我昨天在思考比较极限的东西 因为我想我是狼混 我觉得一是好人 我就可以一巴的轮次替狼 那个扛一推 那我是好人混 一时顺出也能赢 因为你就是纯种精水 三是猎人 二不太觉得是狼 然后我在思考这个的原因是 我觉得10有可能是狼 10是狼 然后六七十十二 是我昨天觉得我有可能为狼混的点 然后7号玩家可能想顺着五去楼女巫 因为40单边女巫 可能是预言家出错女巫了 所以7想顺着五去楼四 然后6号玩家就是做的金刚狼 12次刀顶辉给6的话 60能一直活着的 但是现在不重要 因为如果60是俩狼 昨天你们就拍刀了 对吧 没有拍刀那你就是好人 你好人你就认下我 你别保识了 我觉得一是好人 昨天我说一巴的轮次 因为一定能赢 因为你是好人 三是猎人 九是白是 我自己是好人 一时是必须得开狼 你出了一狼也拍不了刀 除非二时是两个狼 那肯定是盘不到 二号被保太多轮了 太多天了 没有人点过他是狼 我肯定今天视角进不到二了 然后我是混子 我混的是二 我为什么跳出来也说了 7号玩家为什么敢给五穿混子 那他首先他自己是混子 他必须得 那首先他就不是混子 因为我是混子 我是混子 我也不能明确的get到7号为混子 然后我拿狼人跳混子 那5号玩家就得是混子 除非你觉得五八是狼狼井 那我井上已经选择盗沟12号原家了 5号狼人为什么给我发金水 那你觉得五是混子 7就是狼人 那我穿混子衣服就是要7的命 我跟7同为狼人 我敢不敢要7的命 这是其二 然后我是混子 我混的12 我之所以为什么跳出来 因为我明确的知道7号是狼人 他在给5号穿混子的身份 当然我昨天为什么说可以是一巴的轮子 虽然我觉得10号是狼 因为我觉得理论上可能出现六七十十二类似这样的狼坑 然后12做六金刚狼推到最后 我觉得有可能 但今天不重要 因为昨天一出局了 那个九吃刀了 没有拍刀嘛 那10就在场上就是狼 那12就是愿家 你就是纯重精髓 你是好人 我是混子 我在跟你对话 因为7号为什么敢给5穿混子 因为我是5号发的精髓 他除非 我觉得7号有能力抿到我为混子 他凭什么觉得我是狼混 因为我是好人混 我跳出来说7号给5号穿衣服 7号是倒狗狼 他是一秒死 对吧 那7号怎么get到 因为我昨天井上站边12的同时 我说10号玩家你是好人 所以7号可能觉得我在1012当中混了 如果混的是10号可以把衣服借给5号穿 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我真的觉得1是好人 昨天就没觉得他是狼 但是我怕你是狼 我也懵 谁不懵 我混子我都不知道别人是谁呢 那12出局那样 谢谢哈 11号那个懵的样子 我也觉得很怪 3号时间到 6号呢 请发言 你为什么会觉得1是好人出局啊 1不是包包的狼出局吗 1还能做好人 1投的6 1投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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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还能做好人啊 80匹配 我昨天投的8 我还倾向于是8 8号玩家跟1号玩家要扛推我 说12自导 12怎么自导 12第一天推了5号玩家 愚眼家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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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做我一个好人金刚狼 不可能啊 所以 所以 7号玩家是一张 你们看不见的牌 他说我颤边12 要扛4 你们也没见过4 所以get到7是 混子 所以紧接着7 跳了一个混子 说混了12 对吧 我们回到第一天嘛 七说我站边十二 头拍也投给十二 然后说 那我们今天跟着一起舞出四 然后你紧接跳了一个混子说 呃 我是混子 我混了十二 对吧 然后把七做成了一张狼人牌 然后七帮你们扛了一腿 十一读出去应该是一个狼人 对吧 七是帮了你们扛了一腿 十一是读出去的一张狼 十二说十一是个道路狼 十一昨天一是个狼 剩下狼就是你八 对吧 你昨天说什么混了是什么来着 那句话怎么说呢 不重要好吧 我昨天听的时候玩家比较像好人的 二也没有 就剩你八了吧 就是你八 如果这个什么八十头错 然后八是个真的 真的好人混我觉得 不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感觉好简单的一句 为什么又打到最后一天了 啊 下回让我坐回三吧 我实在不想说 本来昨天应该是下定论对吧 昨天也没下定论 昨天你们帮我投的一我投的八 一投的我 嗯 就头八吧 好吧 就头八 就头八 不改了啊 不改了 就头八 就头八 一五八十一 好吧 就这样 就这样过了 三号呢 先发言 你盘对了呀 你为啥会不相信自己呢 那不肯定 就是一号 五号 八号 十一号 然后七号是混子 然后他是井上一天 哎呀 十二号发言这么好 我先勾一手 然后保了一下前面发言的十 然后后来那个 后来他听了七号说五号是混子 要出四的时候 他就知道七号是狼混了 然后他知道七号是狼混的时候 他才在那个位置上起跳 混子把七的身份做敌 这样的话他变成混子 他就可以一直活着了嘛 然后你 他如果是混子 就是十就得是狼嘛 现在看 那十怎么做狼呀 就是十二号 说发完言 然后 这遇发完言 反水一个大冲锋 就是十二号 你发言是一坨一坨 然后 然后那个七号在那边说 反水你别冲了 赶快勾 而说反水 心里肯定还是站没十二 你这是两个狼 也不太会这么打吧 就七号跟十号 井上的那波对话 怎么可能是两个狼之间的对话 所以说 就只能是骑着混子呀 所以就是 最后不就是剩一号八号吗 那一号 也没法当好人呀 然后八号 你只能是狼呀 你不可能不是狼 你百分之百的狼 李四都被我们李四大人逮捕了 然后今天就出发 然后我就滚 二号叫谁发言 反正都能认下我是好人 就不去多聊什么了 一号的发言是肯定 肯定肯定要出局的 他说 就确实 像昨天十号聊的那点 他说那个 他说那个七是老 然后说八 八不是混 然后还怀疑六号 因为十号验了六是金水 五验了八是金水 那七是老八只能是混 他认五是原家 八只能是混呀 他还分不清原家 他的发言是肯定要出局的 然后八跟十 回顾 就是十号发言 确实都是挺正的 他昨天 盘一的那点 就他聊一的那点 他打一的点 我觉得都是挺正的 第一天的发言 但是我视角里 我真的 之前我一直觉得 八挺像混子的 所以我有一点纠结 我只能发言 都觉得他挺像混子的 我再听一下十的发言 最后投吧 好吧 就这样 过 十号来请发言 我想投二 我觉得八是包包混子 他的发言和他的行为 是钢铁混子 是他的混子跳起来 才能让十二把五给归了 如果八是狼 五八是两张狼 我都有点犯恶心了 那五不能是混子八是狼吗 我觉得不太像 我觉得八就是混子 不是朋友们 我们现在是手拉手说好了 百分百战鞭十二 是这个意思 是吧 没得会儿了 是这个意思 你战鞭十二 在我视角里 就是出二 因为我认八是混子 我觉得七是 开牌的 不是 我觉得七的底牌是红狼 因为他战鞭十二 他跟九对跳 我觉得他是不想吃毒 我觉得七是不想吃毒 一的遗言又有点像好人 实话 会不会九九老师是全队好人啊 我觉得今天是二六的论词 但是十二很像阅言家的一点 是十二没有必要去说十一 是盗勾狼 对吧 他发这种言 十一很容易吃毒的 而且他又自刀 我觉得应该十二是鱼吧 十二是鱼我就头二 我觉得八是包包混子吧 我觉得七是明狼 不是 我觉得七是红狼啊 我自己觉得 我昨天一二里头 我都有点像头二的 嗯 费点劲 反正场上肯定只有一个狼了 没有办法怀疑我是狼 是因为我一直在打三 如果七不管狼 还是狼混 对吧 他知道我是他队友的话 他的猎人身份会交给我来跳 不会把猎人穿给三 我觉得是二六的论词 我是有点病吗 我想一想啊 好难啊 六是不是好人啊 哎呦 二 三十秒 反正桌上坐着的都是战变十二的 你别管了 我自己觉得难受 如果大家都战变十二的话 我想投二 如果大家不战变十二的话 我们就投六 然后我是不想投八 如果六的底牌是好人的话 应该就归二吧 那他是狼 他其实他想归谁就可以归谁 对不对 他归八 有二的票 有你的票 他归二 有八的票 对吧 哎呀那费劲 我想想 二六我投谁 怎么就又找回预言家了 家人们 这样都没几个人了 所有玩家发现解释 关家请贷归做好投票准备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八号 关家请做好投票准备 三二一 请出票 三号六号投票给八号两点五票 二号投票给十号一票 八号十号投票给二号两票 八号玩家两点五票出去 请发表言 反正我发完一言狼肯定就拍了 然后 你是不是狼啊 你别是个好人 不会吧 你是好人 不可能 你 你自信拍刀吧 哥们 你 我的视角很清晰 我说得很清楚 首先五是不是狼 五是狼 五不可能 五八狼狼井 五八可以狼狼井 我是狼 五是混子或狼 五是混子 七是不是一定的狼 因为他认的是混子 七是一定的狼 给五穿混子 说要出四 我起来说我是混子出七嘛 我是狼卖七号 那七是混子 五八就得是狼狼井 可以狼狼井 我是狼井 上我决定倒沟十二号 五号说你不许沟 给我来冲 给我发个精髓 所以认十二是冤家 我怎么能当狼呀 你真是好人吗 我感觉十最后发言像好人 我本来是 我昨天是听一有点像好人 我说一时顺台 你是狼 我帮你出一 因为你是狼 你保了十 可能是六十俩狼 出了一你能拍到 然后你不是狼 那我的视角里 二不太近位置 三是猎人 我自己是混子 出一了 第二天出十 一时顺出也赢 所以我投了一 一八PK 然后第二天起来 我听完十发言 没觉得他很像狼 而且你又保了他 因为你们俩没拍到 你一直保他 那我的视角二就是最后一个狼 十发言 我就二十狼 所以我投了二 我这混子没有结束了 狼人拍刀 我过了 八号人家已经结束 射发动技能 五四三 你这吓死我了 六号人家写的 拍刀 就是一期十一十二 对吧 对 小德老师确实是一期十二 你别老说我没狼了 你把我 七投掉没狼了 你跟我出十一时 不是我说出十 不是那天七连死了呀 七包住了 他自刀了 第二天我说出十 你别说出我了呀 不肯定没有出十啊 不不不 这样就没 没有因为我们站在这边 最后一个人怎么办 我刀不够你知道吗 你吓死我 把七出完之后只剩下一个了 不是我现在大人 是我一个了 宝宝没有 然后快速给各位大门老师傅小盘 本球系运点烈白混血儿版型 女巫4号 猎人3号 白痴9号 狼人6号 7号 11号 12号 平民1号 2号 10号 本球系的混血儿为8号 榜样是12号 狼人本球系是狼人混 首页狼人击杀 9号白痴 女巫要救其情人平安夜 预言家验证 8号价为好人身份 上警环节 12号汉泰狼 获得警惠 第一天白天 5号预言家被抗退出局 入夜 狼人击杀12号自刀 然后女巫毒杀 11号狼人 1112双死 第二天白天 7号狼人被攻投出局 入夜狼人击杀 4号女巫 白天1号 平民被抗退出局 入夜狼人击杀 9号白痴 白天8号 狼人霍儿被攻投出局 入夜狼人击杀 最后一张神志牌 3号猎人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图神获胜 这里是京城代赛 第15季天空之城 本节目由 金妮兰莎APP冠名赞助播出 金妮兰莎回归 一起来开起场 逻辑与谎言的对决 谢谢邱小秋秋 给我的投食 然后想要给我们 产阳嘉宾投食 赶紧到我们 关播置顶链接的 投食助力通道 给到产阳嘉宾 投食鼓励 我们第二现场 看看各位嘉宾 都在聊些什么 复盘些什么吧 稍后回来 我们第二局 加密尤会 来来来 坐中间 李司长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不是啊 观众朋友们 我是为了让你们看到 更精彩的节目 选择了自盗 因为你看这一局 我又是坏辣了 李司 对不对 因为赢了 只会是你李司的功劳 输了我王宝宝全锅 不不不 输了肯定我全锅 输了肯定我全锅 不是你自盗 做我金刚老 输了是 输了是我 我全锅 输了我全锅 真的呀 真的输了我全锅 OK 那这样 你看跳完美 自盗做我金刚老 输了我 不能 你没有一点点 我骗了那么多好人 对对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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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没话说了 哈哈 那我本来以为你想说输了就是你的 但是关键没有人会觉得输的是你的锅 因为因为我和但是在哪对 我我知道一下但是但是吃吃毒我们晚上想但是吃毒就知道吧我想果冻压个毒也可能哎没办法你是怎么说这一波还可以就是打的有点累有点心慌你知道吧有个董金鱼你归来啊你有个董金鱼查栅啊我想我说了呀归不出去啊又把七头了我看了局势不对不不不不然后有个劳混正义的不行你知道 哈哈哈他给我打的吓死了最主要陈明俊起来说我怕王宝宝归错票的是最经典的哈哈哈哈我能归错吧我我最刺不是他不可能归错我我归5怎么会归错的我PK台就说50郎了我怎么会归错的啊挺好的李子怎么说第二把再配合一下再配合一下再配合一下但出牌能出成这样也不容易 哎对抗不强对抗不强 就还是简单了一点 太简单了刚才你其实演的就是演的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在上帝视角看你有一点就是油了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自然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你更自然一点更自然一点听得明白吗懂吗就更自然再更自然一点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觉得那你下次给我发精神把我骗到以后你知道把解惠给我 你看我自然不自然这局你是好人的话我打个比方这局你是好人外面有一个金刚狼里面爬住了李斯老师你站我边我吃到了 你吃到了没有金刚狼了呀只有我金刚狼没有金刚狼那我如果有别的狼你就不是精髓是另外一个老师 但是这次后面要留很久了 这盘其实我是想第一天归4的吧4归了可能就好了等到时候然后8号玩家跳了混子之后我就归不出去4 然后然后然后没什么然后然后狼队选择自招也挺好的反正就能骗人嘛 就时间久了点我们搞快点好吧我们快点把人叫进来我们开第二盘了这刚十点了已经第二盘打完已经要 不第二盘打完已经要夜里了好吧 你怎么办呀 碱一盘 碱一盘 观众朋友们刷点碱一盘 碱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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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包子一盘 死死也太能演了死死了 我又不能自爆 我又不能拍刀 我只能坐在这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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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丸子轮船啊 这些丸子轮船 死亡胆 死你和乘客一起找招 快点 这往上坐 坏 这阶段也很胖 把它做到了 下到二 再包包一盘 我卖的全排银 从装面老客吗 你几能有来讲的 我都不服 我都一匹吃了点水 我就是要砍铁了 对对对 他说他就造作了 他吃了点薯条 你不要爱赛打这么厉害干嘛 你正在一个一直考虑 我已经没有钱 对你们这个钱错 我起码在场上 三十九十九的时间 就觉得不容易 我回事 好欢迎各位回来 这里是京城大师赛 第十五季天空之城 本节目由经典来 是IPP冠名赞助播出 全新一季的京城大师赛 现在正在表演赛的竞争当中 我们今天第二局 为各位安排的版型 为假面舞会 下设的四张绳子牌 是冤家女巫 舞者和白痴 然后呢 四张狼人是假面 和三张狼人 以及四张平平牌 舞者从第二天晚上开始 每天晚上必须选择 三名玩家进入舞池共舞 进入舞池的三名玩家 如果出现了两张阵营不一样 和一张就是AB式的结构 那么人少 内方阵营的玩家 会被共舞出去 比如好人好人狼人 就是狼人被共舞出去 然后呢 舞者是从第二天晚上开始 必须选择的 当场上的人数不够的时候 也就不需要再舞了 然后舞者是不吃毒的 假面呢 是跟狼人不见面的 一张技能狼人牌 它呢是每天晚上睁眼之后 可以验证 是否在舞池 然后给一个玩家扣上面具 扣上面具呢 在舞池进去结算的时候 会被视为相反阵营的玩家 同样假面也是不吃毒的 一起来进入到我们这一局 非常紧张刺激的 假面舞会版线当中 来 狗人家假面舞会 对 嗯 好